循环往复的时候 您看到了规律 我突然发现了 为什么你能够觉醒 是因为你带着觉知和觉察的活着 就像你给我们举例 人类所有的那些精英 不管是企业家 发明家 科学家 数学家 物理学家 音乐家 画家 作家 都是因为他们带着觉知的生活 他们一不小心 触摸到了某一个领域的规律 他们按规律办事 他们就是神 哇 这个点让我瞬间觉醒 所以从今天起 我也要带着觉知觉察的活着 我要在我的工作跟生活当中 去发现规律 去使用规律 去研究规律 去按规律来办事 来活出我的精彩版本的人生 周老师 今天听到你讲财商的五大资产配置 当你讲永久富有的秘诀 就是资产配置的时候 我太震撼了 我那个时候看了一下我的手表 你讲这个主题 将你讲了二十分钟 当你跟我们讲到 穷人应该怎么恶作资产配置 富人应该怎么做资产配置的那一瞬间 我觉得就这二十分钟就成了 我以前很迷茫 我以前很痛苦 当昨天听完您分享的 实现财富自由的七大步骤 我非常的清晰 我终于明白了 您是靠这个步骤 实现财富自由的 罗伯的清晰意识 然后我认识的所有的顶级富豪也是 所以我的人生路 我知道该怎么走了 周老师 当你昨天讲到 人类最大的问题 就是三维空间发生的问题 要用三维空间的智慧去解决 这叫做猴子捞月 这叫做在投影里面解决问题 你告诉我们说 所有的问题要想解决 一定要上升一个维度 要在投影员里面做文章 你讲到物有本末 是有忠实 之所先后则尽道义的时候 我觉得真的我的收获太大了 当然了 这是分享的好的 也有分享的不好的 周老师 我以前呢 就只修行 然后我就最喜欢听你讲修行 因为我觉得人一定会死 所以我一直在修空 但是昨天您告诉我们说 要色空双修 那人反正要死 为什么还要修色呢 就修空不就行了吗 你看这哥们还没觉醒 我们人活着 叫一定要做事 人不做事 就像花不浇水就会枯萎 叫借事修人 借假修真 一阴一阳未知道 一定要色空双修 一定要性命双修 还有一个同学说了 周老师 我以前 我一直在修行 我在修情绪 别人跟我讲 修行就是修情绪 就是修心 就是修贪嗔痴慢疑 但是我修了这么多年 我发现 我还是个普通人 我还是个凡夫俗子 我怎么样才能够超凡入圣呢 来 为什么 今天上午的课程 你们听懂了 你们就明白了 当一个老师教你修行 让你修心 让你修情绪 让你修贪嗔痴慢疑的时候 其实还是教你在投影里面做文章 大家能听懂再说什么吗 还没有进入修行的本质 周老师 这个昨天你讲完实现财富自由的七大步骤 我现在是自己开公司的 我的公司虽然也赚钱 但是我不喜欢 我不热爱 听完你的课 我准备做一个决定 我回去就把公司关了 我要从七大步骤的第一步开始走 你这不走偏了吗 我是那意思吗 我说的是一个普通大学毕业生 应该按照这七步骤 你已经是个老板了 虽然你的企业不是你想干的 你能不能把那股份分出去 上市经营之道 把那企业自动化运营 把它变成并动数 然后你再出去 这个找一份你喜欢的事业去做 能不能 你为啥要把县城的事业关了呢 周老师 我昨天听完你太太杨老师的分享 我终于明白 我为什么不能成功了 就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一个 像你老婆这样的老婆 我做了个决定 我老婆做什么都反对我 不像你老婆做什么都支持你 我听完你老婆的课 我要做个决定 我回去我要离婚 什么玩意儿你这是 我是那个意思吗 你要修行 你要想方设法地 去自己提升 慢慢地提升你老婆 让你老婆变得像我老婆一样 是还是不是 那不是让你离婚呢 周老师 你为什么这么牛逼 因为你娶了杨 娶了杨韵然 我要娶了杨韵然 我也能像你一样成功 你咋这么牛逼呢 你关键是人家也不会嫁给你啊 你得提升自己啊 你得上升到一定程度 你才能遇到更好的伴侣 对不对 就是 就是那个 就是 写遇见未知的自己的那个作者 叫张德芬老师 他是一个大秀行者 他离婚离了三次 终于找到了自己的灵魂伴侣 很多人说 周老师 你讲完张德芬老师的故事 我也准备离婚离三次 他不是离婚离三次 找到灵魂伴侣 他是每一次都通过离婚 学到了 学到了东西 提升了自己 他变成了更好的自己 才能遇到他的灵魂伴侣 因为你们上公开课 你们学到了东西 很多时候你们学到的是 字言片语 甚至会误解讲的内容 那你是导师班 你可以加我微信 你可以亲自跟我聊 我这样想对不对 我这样做的决定对不对 你的每个决定 来想象一下 如果从今天你生命当中的每一个决定 都是马云帮你做的 都是马斯克帮你做的 都是周文强老师帮你做的 请问三年以后 五年以后 七年以后 你会过成什么样的人生 有可能你也像余总一样 变成一个 对吧 超级亿万富豪 我们昨天讲到 要想成为一个领袖 必须具备两条 第一条 那就是建立自我 那么建立自我 需要三个课程 解决三件事 你就能建立自我 一个是钱的事 一个是事的事 一个是人的事 把钱是人整懂了 你就建立了自我 你就变成了一个领袖 那么如何能够 把这三件事整通呢 那怎么解决钱的问题 财商知道 怎么解决事的问题 经营知道 那怎么解决人的问题呢 演说知道 我们今天上午会把周老师 知道的内容 给你们免费分享一下 好还是不好 都让你们成为演说家 那么讲完建立自我以后 就要开始追求无我 追求无我的意思 就让你链接高我 你的人生可以顺流而下 你的人生也可以 像现在一样逆流而上 你选择活在头脑层面 用你的头脑去分析利弊 你的人生就是逆流而上 但是如果当你完全 进入灵在的状态 走心流跟着感觉走 一切全都有 你的人生就会顺流而下 做人有两个境界 第一个境界叫做 人在做天在看 人在做天在看 你知道老天爷看你有多可笑吗 叫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但是你知不知道第二种境界叫做 天在做 人在看 我们人做事经常一不小心 触犯了天规 就要被天谴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天规 什么是天调 因为我们在没有觉醒之前 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是道 我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规则 我们也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规律 我们一不小心违反了天规 规则 规律 我们就会受道的惩罚 道 它既是冰冷的规则 它也是温暖的怀抱 你背叛它 它就是冰冷的规则 你顺应它 它就是温暖的怀抱 一切皆是道啊 为什么周老师的抖音 能够在全网 因为抖音有道啊 抖音有规则啊 你顺应它的规则 你就能上热门啊 它就推送你流量给你啊 你背叛它的规则 就给你封号 就给你关小黑屋 而普通人不知道抖音的规则 我知道啊 既然我们人在做 天在看 就会一不小心 触犯到道的规则 不如让道来做 如果让道接管你 道 它不会触犯它自己的规则 因为它知道什么是规则 打能听懂在说什么吗 来过你此生 这叫什么 这就叫天人合一 这就叫天在做人在看 这就是活出生命 活出原本具足的自己 所以 你们想不想过成这样的人生 想不想 想不想 想着举手 我教你们一个最快的法门 演说 因为演说是令人高我最快的通道 如果你私下认识我 你会发现 台上的我跟台下的我 根本不是同一个我 就像一个邻家小男孩一样 对啊 我台上讲了什么 我台下我根本都不知道 你能理解吗 所以很多人说 很多 昨天有一个分享的说 周老师 我听了你的课 我也是做培训的 我觉得你的课程 设计得非常好 你给我们讲得这么好 你肯定是在拼命地设计课 这点不停地优化 不停地优化 我们不需要这么累 上来只需要干一件事 直接下载 给你讲完事了 结束了 小油画吗 我特别喜欢打乒乓球 我以前小时候 很喜欢打乒乓球 但是我已经很久 没有打乒乓球了 然后呢有一天呢 我的一个要跟我打乒乓球 那我 我不能输给他 我做什么都得赢啊 你知道吧 但是我打 真打不过他 你知道吧 然后我就在想不行啊 我能不能够 用在台上的那个状态 链接到高我 让高我来接管 我打这场球呢 肯定能接住 他打的每一个球啊 那一瞬间 我进入了一个 无我状态 这叫无我之境 当我进入那种状态以后 你知道是那种 什么感觉吗 不是我在打乒乓球 是我在被乒乓球打 不是说乒乓球打到我的意思啊 那种感觉就是 仿佛有一个更高的唇友 在握着周恩强 周恩强握着球拍 然后 在打乒乓球 我仿佛被一个更高的唇友 握住了 那个感受就是 我仿佛变成了一个 我变成了一个 我变成了一个机器 我看着我在打乒乓球 从那一刻起 你知道吗 对方的球 不管打得多刁砖 仿佛那个更高的唇友 都能精准地 预判到他每一个球的位置 从此以后 那个人再没有接到过我的一个球 打到最后 打的是一百 一百三十一 比零 打到最后他说 我感觉到 我不是在跟人打乒乓球 我感觉到我在跟上帝打乒乓球 我不打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会发现那些顶级的赛车手 在他完全进入状态的那一瞬间 那个车绳 他是无我的状态 他仿佛跟车合一的感觉 能理解吗 这位各位 就是当刘翔在跨栏的那一瞬间 就是他已经没有刘翔了 他仿佛不是人在跑 是神在跑 就可比在打进球的那个瞬间 仿佛压根的都不是 人能打出来的球 那仿佛是神在打 那叫神迹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来 你们想不想让你们的人生活出 那个版本的生命 想不想 学习演说之道 学会演说 因为演说是让你链接高 我最快的通道 你们有没有发现 马云会演说 马斯科会演说 乔布斯会演说 佛陀会演说 老子会演说 孔子会演说 而你 不会演说 来这位各位 什么叫演说 演说就是说话呀 来会说话的 举手会说话的 会说话吗 真的吗 会说话的话 人生能过成这样吗 来你告诉我 我们跟员工的矛盾 跟父母的冲突 然后跟子女的吵架 跟夫妻的争吵 有哪一条不是因为说话 不会说造成的 来是还是不是 真的各位 来 真的各位 如果你会说话 那我问你个问题 话是说给谁听的 是说给你听的 还是说给别人听的 既然是说给别人听的 我们是要说 别人想听的 还是要说我们想说的 但是我们每天都在说 我们想说的 而不是别人想听的 所以别人听完我们讲话 就跟我们翻脸了 是还是不是 真的各位 你知道演说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吗 说话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吗 永远说别人爱听的话 但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听懂的举手 来 各位 想赚钱吗 钱在谁口袋 别人口袋 你想要把别人口袋的钱 装到你口袋 第一种是用手 就把你抓走了 而且还累 来 第二种 把话说出去 把钱收回来 所以要不要学会演说 这些各位 来 你们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 你们知道演说 最牛逼就牛逼在什么吗 这些演说可以让你 瞬间成为富豪 演说可以让你 瞬间实现财富自由 演说可以让你 瞬间增加你的魅力 增加你的人脉 增加你的影响力 我说过 普通人比的是销售管理领导力 而老板要学一种能力 叫影响力 两个人在一起 要不就是你影响我 要不就是我影响你 到底谁影响谁呢 请问谁影响谁 是有能力的影响没能力的 是有智慧的影响没智慧的 是有学的影响没学历的 是有钱的影响没钱的 如果有钱的影响没钱的 当年马云没有钱 他为什么能影响谁能影 如果有能力的影响没能力的 那那个关羽张飞打仗 都比刘备有能力 那为啥刘备能够变成老大呢 如果是有智慧的影响 有智慧的 那刘备能有诸葛亮聪明吗 有智慧吗 那为啥他能影响诸葛亮呢 看来人比的不是能力 不是智慧 不是年龄 不是学历 不是钱 比的是什么 比的是什么 他说了梦想 因为昨天周老师讲过一句话 说当你有一个红颖的梦想 你就可以吸引无数个 没有梦想的人 和梦想比你小的人 来为你工作 来帮你实验你的梦想 对不对 不对 那是昨天的课 今天升级了 两个人在一起 比的是谁能影响谁 谁能够把自己的梦想说出来 而且能让对方信 能不能听懂 有梦想很厉害 但是你不会说 你说了别人不相信 你觉得你推牛逼 你就影响不了他 大家能理解 意思吗 各位 是把梦想说出来的能力 是把梦想说出来 而且能让对方 身心不移的能力 那就是靠演说呀 换句话讲 影响力的核心就是演说 你能影响多少人 你就能做多大的事业 全地球八十亿人 你不要说影响八十亿好吧 你影响一亿人 没给你一块 恭喜你 亿万富豪 就这么简单 所以要不要学习影响力 要不要学习演说 当年的安东罗宾 他拜了个老师叫吉米罗 讲成功学的 他非常穷 他非常想成功 他说老师我想成功 你教我怎么成功啊 他老师说 你今天开个课 教别人讲成功学 他说我这都没成功 我怎么教别人成功 买身西服装成功 教别人成功 然后结果 他成功了 罗宾的亲戚破产了 找他的那个副爸爸 副爸爸 我想财务自由 副爸爸第一句话是 第一我是不会借给你钱的 因为前妻就没有你的任何问题 你是不是想财务自由 是的 开个课 专门教别人 怎么实现财务自由 他说副爸爸 我都破产了 我开个课教别人 怎么财务自由 你去 你就能实现 然后他就开始 第一次讲客服 罗宾的亲戚 他连西服都没有 信用卡都预期的 借了一时西服 上台讲课 讲财务自由 讲着讲着 别人财务自由了 没有我不知道 反正他财务自由了 你知道演说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吗 就是讲着讲着 把别人讲蒙了 把自己讲通了 演说是最好的学习 叫教就是最好的学 来想象一下 你们有没有过 这样的体验 你跟你老公吵架 别人怎么劝你 都没有用 你走不出来 你的闺蜜 跟他老公吵架 你去劝你闺蜜 到最后闺蜜没劝通 自己劝通了 有没有 自己学题都不会做 教孩子题 教着教着 没把孩子整通 把自己整通了 那为什么 因为演说会让你 不经意之间 进入无我状态 进入无我之境 要不要学习演说 而且 演说是让你 从建立自我 走向无我的一个过程 最快的一个方法 演说就是 把以天剑 演说就是把铜龙刀 一刀在手 天下全游 上完这个课 就要把那个刚刚建立的 我给你整没了 进入更高的境界 叫做追求无我 追求无我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今天的科学 告诉我们说 我们看得到的物质 只有4% 还有96% 叫暗物质 我们是看不到的 暗能量 就更不用说了 欲成大事 必须具备两条 佛祖心 帝王术 缺一不可 什么是佛祖心呢 成就员工 成就顾客之心 此心不变 此生大也必成 那什么是帝王术呢 策略方法 阴谋阳谋 正人行邪法 邪法一正 邪人行正法 正法一邪 正法邪法皆可用 举个例子吧 刘备 能够从一个卖草邪的 到建立蜀汉王朝 请问 刘备有没有佛祖心 那刘备看到 曹操大军来袭 他不是自己先跑 让城中百姓先跑 他殿后 这就是他的 辅助心 那请问刘备 有没有帝王术 来刘备借荆州 叫有借不还 刘备摔孩子 你告诉我 真摔假摔 刘备借了 他的同学 公孙战 一个大将 叫赵云 常山赵子龙 他发现 这一员大将 太厉害了 那在军中比关羽 比张飞有时候还猛 他就想把这个人才给留住 结果他也不好意思说 明说啊 还留不住啊 赵云在最后一战当中 把他的刘备 唯一的儿子阿斗 救出战场 杀了个七进七出 当他看到主公以后 又跪下来 就把阿斗就奉献给了主公 说主公 我终于把小公子救出来了 刘备看到这的儿子 你说他能不开心吗 他只有这一个儿子 他能不开心吗 但是他拿着这个儿子说 你这数字 差连损我一员大将 要你何用 注意这个表情 注意这个动作 他不是这么帅 这边是石头 这边是草棚 他是 他是这么帅 到最后 这个动作一做 赵云直接就跪倒了 就不叫主公了 直接叫大哥 死地 大哥 死地 大哥 死地 就一节金蓝了 这就是帝王术 那我再想问你个问题 那个唐僧西天取经能够成功 在唐僧团队里面 唐僧也属于领袖 那请问唐僧有没有佛祖心 那走路都害怕 踩死蚂蚁啊 那就是他的佛祖心啊 那请问唐僧有没有帝王术呢 出家人不打狂语来 打不打狂语 正人行邪法 邪法义正啊 邪人行正法 正法义邪嘛 你如果说不懂阴谋阳谋 你怎么做呢 你怎么可能西天取经呢 那么多妖魔鬼怪 对不对 好不容易招了个员工 叫叔悟空不听话 所以呢 这个唐僧说悟空啊 为师给你买了个帽子 很漂亮 你戴上试试来 结果一戴紧箍咒 这就是唐僧的帝王术啊 话说这一天 石头四人就路过了女儿国 女儿国顾名思义 全是女人 没有男人啊 一个男人出现了 那都得流哈喇子 流口水 能听懂吗 然后那女儿国的国王一看 玉帝哥哥太帅了 骑着白马 你就是我的白马王子 骑着白马的 不一定是白马王子 有可能是唐僧 你知道吧 结果就是不行 今天你必须跟我结婚 你不结婚 你就不要走 我给你的通关文典 让不盖章 就用咱今天的话 海关不给你盖戳 你戳不了境 来请问唐僧有没有妥协 有没有结婚 什么没有 你看过戏游记 没有啊 唐僧就把三 师徒四人叫过来 说咱们开个会 为师呢 先结个婚 你们先走 唐僧就跟 这个女王陛下拜天地了 知道吧 拜完天地以后 拿到了通关文碟 护照上盖了章 唐僧跑了 在座各位 唐僧就直接跑了 你知道吗 那唐僧为啥要跑呢 太坏了 有人说唐僧 我告诉你 父亲 父亲一人 父如来 父天下苍生所有人 我到底是父亲 还是选择父如来呢 亲是一人 如来代表了天下所有人 所以我选择父亲 不父如来 这就是唐僧的帝王术啊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你们有没有发现 咱们民营企业家 有两种死法 第一种死法 就是没有佛祖心 对员工不好 对客户不好 就是想自己赚钱 自私自利 所以他的生意做不大 那第二种呢 就是没有帝王术 不懂阴谋权谋 到最后 要不被同行搞 要不就被员工搞 把自己给搞死了 所以这两个毕上 而且看似 是不是在教你 佛祖心帝王术 其实不然 其实是在教你啥呢 其实是在教你 两个修行的法门 王阳明 当年想开悟 想成为圣贤 朱熹跟他讲说 要想开悟 送你四个字 儒学的最高境界 就讲这四个字 叫格物置之 然后呢 这个 王阳明就开始割竹子 隔了七天 都跟这隔吐血了 也没隔出来 他说这个方法没有用 到最后 他自己发明了一个方法 叫心急礼 圣人之道 无形之主 不加来求 到最后他开悟了 但是我想问你们的问题是 难道就证明着 朱熹的格物置之 真的无销吗 其实不然 其实不是无销 只是因为 王阳明他没有搞懂 到底什么叫格物置之 会教你们一个法门 这个法门就是格物置之 让你们通过向外找 也能够开悟 就这么跟你说吧 到在哪 道在外面 道在哪 道也在里面 既然道也在外面 花草树木结实道 那我就可以通过外面 找到道啊 得道啊 既然道在里面 那我当然可以向内求 找到道啊 换句话讲 就是一个是外 一个是内 它其实是一样的 叫阴阴阳背之道 是教你向外求 找到道 得道 开悟 教你向内求 开悟 其实是一个意思 看似是讲那些伟大的帝王 其实是以那些伟大的帝王 为法身 是为了教混你们一套功法 这套功法 叫做化功大法 我们可以以秦皇汉武为师 以唐宗宋祖为师 以日月三合为师 以花草树木为师 万物皆可为我师啊 一切为我师 我为一切师啊 我们可以在天下万物里 皆找到道啊 来 问你们个问题啊 你们此时此刻 是不是都有桌子 都看到这个桌子了 对吧 来我问你 这个桌子 它是个桌子吗 桌子只是一个像 它成了一个桌子的像 它是给你来用的 写这用的 那请问桌子的本体是什么 是木头 木头其实也是个像 它给你来用桌子 可以做桌子用的 那木头的本体是什么 是一棵树 树其实也是个像 它是给你来用的 遮风囊雨的 但是实际上 它的本体是什么 它的本体就是一棵种子 就是一个种子 那种子也是个像啊 它是给你来用的 栽树用的 那它的本体是什么 那个树的 种子的那个本体是什么 就是道 就是道 也就是我们通过天下万物 都可以推出道本身 这是一个修行法门 叫体像用 一切皆是像 所有一切像 皆是给我来用的 所有一切像 就是它的本体 都是给我来误的 举个例子 就是各位 今天有一个员工背叛了我 如果我没有修行 我会很痛苦 我会跟他敌对 我会跟他打官司 我会跟他一起怼 怼到最后 可能怼了两脉俱伤 对不对 但是如果正在修行的维度来讲 格物置之的思维来讲 一切皆是像 一切给我来用 一切给我来误 那通过这个员工背叛的这个像 他给我来用的 他给我来用什么呢 问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的十大好处是什么 问这件事为什么会发生 如何把这件事变成 从坏事变成好事 当你站在更高温度来看这件事 你瞬间明白了 因为以前周老师太大发了 让他们占大股 我占小股 我明白了 从今年起最多只能分到49 即使再爱他 咱们也要掌握绝对控股权 是不是以后 我的江山就不会再出现这样的问题了 对还是不对 就是一切像 皆是给我来用的 皆是给我来误的 我可以把瞬间坏事都变成好事 当年我做房地产 第一次创业的时候 我赚了很多钱 当然了跟现在比 小屋见大屋了 但是那个时候的我来讲 已经算很大钱了 但是呢我的一个同行 因为我做的那个大学生公寓太火了 然后呢有很多人的客户来我这住 没地方住 我这个人又心善 我就把他推荐到了竞争对手那里住 竞争对手不但没有感谢我 反而知道了我的存在 就知道我做得很好 就想方设法弄我 想方设法举报我 想方设法找关系来打压我 到最后我一想算了 这个行业是不好干 我不干了 关了 如果是你们 你们可能会抱怨指责 甚至会跟对方对的干 但是我就会觉得 有可能这不是我的轨道 想象一下 如果当年没有那个坏人 没有那个小人 我可能一辈子 他最多当个二房东 最多一年 最多最多就是个千万富豪嘛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当你用了体相 用这个思维以后 你可以把人世间的所有坏事 瞬间变成好事 那头毛驴掉在了坑里 我们为了不让人掉进去 我们要把那个坑给它埋了 刚开始这个毛驴只抓乱叫 因为要活埋它 但是过了一会儿 发现这个毛驴不叫了 以为毛驴死了 结果抬头一看 发现毛驴离地面越来越近了 当我们再把泥土 埋到毛驴身上的时候 毛驴做了个动作 抖抖肩踩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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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踩 当我们把这个坑给埋平了的时候 毛驴奇迹般地浮出了地面 那个困难就像那个泥土一样 它可以淹没我们 同时也可以垫高我们 那些所有杀不死我们的 都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大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当你有了体相用这个思维以后 你整个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们在做企业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员工的背叛 培养一个背叛了 培养一个背叛了 很多老板说再不培养人了 有没有在那老板 当你决定再不培养人的时候 你的企业就结束了 因为你再也做不大了 你只能做个体工厂户 对还是不对 我们企业发展当中 会不会遇到做得非常好 结果一个政策 让我们的企业瞬间拦摇解断 就像新东方余敏红先生一样 一下子奋斗的十几年的企业没了 市值跌了90% 来 很多老板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不干了 我躺平了 我退休了 我自杀了 来是不是 掩饰了 来 我们在做企业的时候 会不会遇到 就是小人的攻击 员工的背叛 同行的对待 然后各种各样的 会不会遇到 那我们很多老板就算了 我不做了 我不创业了 那我们今天 用化工大法来画一画树 我会带着你们一起去到 咱们在座的各位都是 盐黄子孙吧 咱们去黄帝灵看一看 黄帝灵 有一棵皇帝当年亲手植的一棵树 今天已经两千多年了 依然还在 长得非常的澎湃 长得非常的茂盛 我们就以树为师 见树悟道 那个树 在成长过程当中 会不会遇到枯枝烂叶 背叛它 那请问那棵树 在过程当中遇到枯枝烂叶 背叛它 那个树有没有说 从此以后再也不长新枝新叶了 如果那个树再也不长新枝新叶 这个树也就死了 这个树会明白 我只要长更多的新枝新叶 我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因为旧的一定会去 新的也一定会来 对还是不对 我们就把这个智慧学过来 用到我们的公司 在中国有一家公司 叫金夫人婚纱摄影 这个老板发现 他培养的员工 只要培养到一定程度 全都想自己出来创业 拦是拦不住了 怎么办呢 不如不拦 允许他创业 而且我投资你 你们知道 到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吗 他们有一个口号叫 巨石一团火 散坐满天星 我把你培养出来 留在企业 是在给我企业做贡献 就算你有一天 从我企业走了 不也是在给这个祖国 做贡献吗 在给人类做贡献吗 在给这个社会做贡献吗 就因为这个老板的格局 每一个离职员工 老板亲自投你 只要你的项目靠谱 结果金夫人婚纱摄影 一年只能做两三个亿 结果他的员工 富华的企业 现在一年大概做了 十几个亿到二十几个亿 而这个老板占了一半的股份 来能听懂他说什么的 巨烧 马云的阿里巴巴 今天大概将近 三万个亿到四万个亿的体量 你知不知道 马云的离职员工 现在一起出来创业 他们所有的员工 离职员工 创业加起来的体量 超过阿里 将近六万多亿 而阿里巴巴 都是他们最大的股东 这个格局 这个境界厉不厉害 来 我们再向树学习 那个树在成长过程当中 会不会遇到 突然一个雷鸣闪电 把它拦腰砍断了 突然一个狂风暴雨 把它的树枝 全给它裹死了 有没有 那请问树 有没有像你们一样验生 验世 要自杀 那个树继续往下扎根 它知道它会长出 新执行业 对不对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我再问两点 我们做企业都在追求 把企业做大做强 做快 那请问那个树 一个种子发芽 是先往上涨 还是先往下涨 是先往下涨 那个下扎得足够深 根扎得足够深 才会开始往上涨 所以你会发现 如果我是农村人 我们家小时候 经常看到有人砍树 刨树 没有一个刨树的人 是把那个树根 全部刨出来了 都是把树根砍断了 你知道为啥 不能把树根整个刨出来吗 你们看到的树 地面如果有一百米 地下就有一百五十米 甚至两百米 来万松给大家放一张图 我们来看一看 一棵树能在地面长这么大 它下面就有这么大 所以我们企业只追求做快 只追求做大 不追求做强 那就如水中扶平 一个危机就给你吹倒了 来树有没有学问 我们可以以树为师 用化工大法向树学习 那我们能不能以水为师呢 水力万物而不争 水滴为海 人滴为亡 上善若水啊 老子最推上的就是水 来 这位各位 水叫什么 水是什么体 来 告诉我 错 水不是液体 水在零度以下是固体 冰 在零度以上一百度以内 才是液体 水 到了一百度气体 水是什么体 水无形无相 水懂得有一个智慧 在什么场显什么相 一会儿是固体 一会儿是液体 一会儿是气体 但是水的本质不会变 HRO本质不会变 你知道我们老板 为什么会痛苦吗 为什么没有当上老板以后 没有当上老板以前 高朋满座 当上老板以后呢 朋友都不跟你玩了 老婆也跟别人跑了 父母也不理你了 孩子也不认你了 就剩你家 就剩你跟你家那条狗了 狗在前面 摇头晃倒很开心 你在后面垂头上气 到底是狗溜人 还是人溜狗呢 狗都过得比你开心 那为啥会这样呢 就是因为老板 老板 当上老板赚到钱以后呢 他就觉得自己就是老板了 他到哪都是老板 见他爹 我是老板 见他儿子 我是老板 见他老婆 我是老板 见他同学 我是老板 永远就是显那个老板的像 大家能听懂吗 这位 这位各位 向水学习 我们要在什么场 显什么像 我们在公司 就是老板 一本正经 要显示自己的权威 我们见了我们的儿子呢 哎 儿子 就显爸爸的像啊 见了老婆了 就显老公像啊 见了自己的父母呢 就显孩子像啊 老公跟老婆在一起创业 为什么到最后都创 创没了 为啥你知道吗 就是因为 不懂得在什么场 显什么像 在公司 张总你好 李总你好 对吧 你不能叫老婆好 老公好 对吧 在公司 公事公事 你要懂得在什么场 显什么像啊 来这位各位 水是往高处流 还是往低处流 水滴为海 那人滴呢 为王啊 你们有没有发现 越有钱的人越低调 越谦虚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做的各位 水有没有智慧 哎 做的各位 水揉起来 滴到你的手上 就像在抚摸你的皮肤一样 对不对 那请问 你们知不知道有一种 有一种枪叫水枪 那个水枪是专门 就是在自船业 割钢板用的水枪 就是水 可以变成一把枪 可以把那个钢板 都能够瞬间把它拉开 就是现在我们 全世界的造船业 都是在用这个水 都是在用这个水枪 水就像一把锋利的刀一样 它既能够揉 又能够钢 来 那我们这一点 能不能像水学习 我们要干嘛 该揉的时候就要揉 该钢的时候就要钢 在做各位 水是什么样的形状啊 它在圆杯子里 它就是个圆 在方杯子里 它就是个方 它无形无相 它又有形有相 那我们人也应该 活成这种状态啊 我什么都不能 我什么都能 我无所不能 我什么都不是 我什么都是 我无所不是 我在此处也在比处 我无处不在 这就是水 这就是水 我在此处也在比处 我无处不在 这句话能听懂吗 来你告诉我 水在不在这 你看 水在不在这 水在这啊 那你说水在不在这 水在不在这 来这个地方 有没有水蒸气 你看不到 不代表它没有 它一定有 它一定有湿度 水 这就是水啊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周周各位 我们可以以水为师 见水物道 那我们可不可以 以秦皇汉物为师呢 仔细听啊 周周各位 昨天我讲到 要分配股权 给到自己的员工 让权员分红 很多人说 周老师啊 我就是我也想分 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分 别吹牛了 不是你不知道怎么分 是你压根没有这个格局 跟境界分 老板的格局 就是老板的结局 老板的境界 就是老板的高度 老板的高度 如果是只有一米 宽度也只有一米 请问里面能装几个人 装你自己都费劲 但是如果老板的高度 是一万米呢 宽度是一万米呢 你可以装多少人 你心中能装多少人 你才能成就多大的事业 来 在整个战国七雄里面 秦国是最弱的一个国家 你们知道吗 而且六国经常一起打秦国 无数是六国一起灭秦 那为啥到最后 秦不但没有被灭掉 反而秦国灭了六国 统一的华夏 统一的天下呢 为什么 就是因为秦始皇的格局跟境界啊 他的格局跟境界 可以把整个天下 装入自己的胸膛 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为什么今天的欧洲四分五裂 为什么华夏一统 到今天为止 我们还有那么大的版图 就是因为有一个人 秦始皇 他统一了整个华夏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不管是楚王 不管是齐王 不管是赵王 都在后宫里面 九池入林 想的都是个人享受的时候 只有秦国的王 每天只想一件事 如何结束战乱 如何统一华夏 如何能够让我的民族 能够在这片我们的家乡里面 繁衍生息 让人间再无战争 这个格局 这个境界 才有可能统一华夏呀 周老师在网上讲 秦始皇的段子火了 为啥火了 因为讲的是真相 因为那是我 带着我的去秦始皇陵 讲大秦帝国的时候 我瞬间 练动了秦始皇的能量 秦始皇说 为什么寡人建国的大秦帝国 十四年就灭了 就是因为寡人心中没有盈世 寡人心中没有秦国 寡人心中只有天下 只有华夏 华夏 盈世可以灭 秦国可以灭 华夏民族不能灭 然后我就去翻阅了史料 各位 话说秦始皇统一天下 秦国有百万雄师 打遍天下无敌手 把雄奴打得都不敢进来了 不要说有长城 没长城 秦始皇也不敢进来 整个天下全部收平以后 这个王俭的五十万 灭六国的军队 迟迟没有北规 秦始皇亲自去到了南中国 去问王俭 为何 王俭说 大王 我们灭了百岳上百个国家 我们今天拿到了广东 拿到了广西 拿到了桂林 拿到了那个海南 整个南中国 几乎都在我军会议下 但是围城发现 这里全是少数民族啊 这个地方的语言文字 跟我们汉州完全不一样啊 如果老夫派五十万军队全撤了 这个地方马上就会再招乱 我不但这五十万军队不能撤 你还得再给我派五十万人来 青壮年来这儿跟当地通婚 我们要一起去汉化他们 秦始皇说行 秦始皇为了中国有南中国 做了个决定 把关中的老秦人 签了五十万青壮年 去到南中国跟当地人同婚 你知道这个举措在朝中 是所有人都反对的 因为倘若有一天秦国有难 五十万军队在南中国 另外五十万军队在守北兄奴 朝中空虚啊 朝中现在无一支军队可用啊 而且整个关中老秦人 全部被你牵走了 如果六国复辟秦当如何呀 就在这个时候 王俭死了 王俭的继任者赵佗 亲自去到咸阳宫 面见皇帝陛下 说皇帝陛下 微臣准备做一个决定 那就是把五十万军队分两队 一队继续守南中国 另外二十五万人马重新返秦 来保卫秦国 因为万一六国复辟呢 秦始皇说不可 不但你这二十五万不能归秦 寡人还要给你领密照 倘若有一天 北京有难 秦不得北上秦王 这赵佗一下来就火了 如果秦国有难 我们都是秦军将士 怎么能不北上秦王呢 秦始皇说了一句话 我嬴氏族群可以灭 我秦国五百四十年的王座可以灭 但是华夏族群不能灭 将军如果率五十万军队北上秦王 从此华夏版图再无难中国 讲到这的时候赵佗就哭了 赵佗说陛下 就算我不北上秦王 三军将领 他们不可能看到自己的故国 被铁骑犹猎 他们肯定不可能听为臣的号令啊 秦始皇说 寡人早都已经想好了 我给你一个诏书 倘若有一天 秦国有难 三军将士军中有人划遍 你可以拿这个诏书 这个诏书上写得非常清晰 一切听赵将军的 北上有难 不允许北上秦王 你们要做的一件事 就是守住南中国 这个诏书今天在故宫博物馆 这都各位 所以为什么秦始皇死了以后 项羽跟刘邦率着不到两万人马 就直接把秦国给灭了 因为秦军压根没有主力啊 五十万守南中国 五十万守匈奴啊 后来大汉王朝 到了汉武帝时期 想让这个南朝的这个赵佗 当时被称为南越国 让他自立 你可以称为南越王 只要你承认我汉朝的主权就可以 结果赵佗上书 说不 我不成王 我归降你 我不跟你打 我归降你 我不要你的任何好处 这个时候汉朝皇帝都懵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赵佗手上五十万人马 很厉害的 那为啥不打就降了呢 赵佗说 我曾经答应过一个人 绝对不让国土分裂 所以我想你 他说的这个人 就是秦始皇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就这种格局的人 他不统一天下 谁统一天下 楚国的王 每天想的 就是自己的楚氏江山 齐国的王 每天想的 就是后宫家里三千 只有秦国的王 想的是整个华夏族群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我在这儿给你讲 这个你没有感觉 咱去到秦始皇陵 你的格局会瞬间被拉大 你的竞交会瞬间被拉伸 你会瞬间大到 能够把整个天下 装入你的胸膛 当你格局一旦提升 你整个人生 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之所以改变 就是因为 在17岁的我 去到了秦始皇陵 我有一种格局 被拉扯的感觉 格局决定结局 在座各位 来 白板上来 我想问你们个问题 那就是 你给自己的人生 做计划 你的过去 是多久 你的未来 是多久 可能很多人的过去 就是一年 我给自己做计划 就做一个一年的计划 最多做一个十年的计划 我想告诉你 我的过去 是华夏五千年文明 我的未来 是未来人类文明五千年 我的当下 就是我活着的这一百年 站在一万年的历史尺度下 来看今天我活着这一百年 今天中国不缺少一个 会赚钱的商人 今天全世界 也不缺少一个企业家 但是今天全世界 缺少一个新的智者 能够引领人类 重新走两千五百年 走五千年的智者 两千五百年前 在地球的同一个经纬度内 诞生了一批人 这批人的名字是 苏格拉底 柏拉图 亚里士多德 乔达摩 希达多 老子 孔子 曾子 莫子 韩非子 我们今天人类用的思想 全是来自于 两千五百年这些圣人的思想 他们曾经 也想让人类觉醒 当人类觉醒以后 实际大同才有可能实现 今天国与国的冲突 其实并不是政权与政权的冲突 也不是文明与文明的冲突 更不是宗教与宗教的冲突 实际上就是因为 人类没有觉醒 想象一下 如果人人都成圣成贤了 人人都觉醒以后 发现万物本一体 众生皆守如 每一个人爱别人 就像爱自己一样 怎么可能还会有战争呢 怎么可能还有儿语我诈呢 如果你说 周老师 你讲的这个太大了 我觉得跟我没有关系 我再讲一个 跟你们有关的 在汉武帝领 我教你们要爱员工 爱员工爱到什么程度呢 是老板快死的时候 不是说 把我的儿子叫过来 而是把我的总裁叫过来 要爱到这种程度 要爱你的员工 超过你的孩子 你们肯定做不到 来我们去到汉武帝领 汉武帝为什么他的国号 成为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 为什么他给了一个民族 挺霸千秋的自信 去到汉武帝领 旁边有两个墓 我就问 我说你猜猜 这两边埋的是谁呀 肯定是汉武帝的儿子 孙子 我说那我们去看看吧 从墓地下来以后发现 汉武帝领 左边埋的是魏清 右边埋的是霍去病 再往前面走 买的是桑红羊 就那一瞬间 就我们很多的歌曲 瞬间 瞬间被拉大了 那个歌曲阶级 瞬间就不一样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那种体验是在这讲课 没有办法给到你的 你去到那个感受 去到那个现场感受一下 激活你华夏子孙的 那种骄傲感 那种自尊感 那种感觉一旦激活 一旦利益上整个祖族 整个秦皇 汉武的整个人生 从此再也不一样了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不是企业家 不管你是不是老板 你们每一个人 都是你们人生当中的王 你是个暴君 还是个雍君 还是个昏君 还是个明君 去到秦始皇 为什么让你去看 秦始皇 汉武帝 唐太宗 宋太祖 就是要让你练接 那些明君的能量啊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接下来 周老师来 把你们的格局 瞬间给你们拉升一下 好还是不好 我们来体验一下 好不好 有没有人 看过三国演绎的 举手 三国演绎 三国是哪三国 曹操对吧 刘备对吧 孙权对吧 魏蜀吴对不对 那请问魏蜀吴 这三个人 有没有一个 真真正的统一天下 给老百姓安静的生活 有没有 没有 到最后是谁 统一了天下 司马夷对不对 那请问司马夷 为什么能够统一天下 因为还有三条国 司马夷为什么 可以统一天下 司马夷是一个文人 他以前是个文人 他家里面历代都当官的 他看不起曹操 曹操当年请他出餐 他不愿意去给曹贼工作 他觉得曹贼串了汗 他不愿意给曹操工作 他就愿意给汉曹工作 曹操请了他两次 第三次说 你要不出山就给你杀了 司马夷干了一件事 你知道吗 让他家的马车 从他的腿上碾过 瘸了 我没法上曹了 就司马夷以前 是个这样的人 那个格局 那个境界是很低微的 哪有天下呀 但是 他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他的老师 四世三公 文人默克之首 河北明氏姓崔 叫崔岩 人生崔公 曹操晚年呢 生了魏王 他不喜欢 自己的长子曹丕 他喜欢自己的幼稚 曹直 他希望把曹直立为地 但是你们要明白 古代为什么要 不能够费长立幼啊 要立长不立贤 就是因为立长不立贤 就不会让曹中的皇子 为了争皇位而大大出手 天下乱了这么多年 上百年了 无数老百姓流离失所 十四九空啊 在这个时候 曹操仗下第一谋是寻遇 以自己的死来千未亡 一定不能够费长立幼 费长立幼乃取乱之祸 但是曹操没听 曹操没听 吹眼的这个朋友 寻遇 人称寻令军 自杀了 享用自己的死 唤醒曹操 但是曹操依然没有醒 虽然曹操很伤心 曹操派人去整理 寻令军的遗物的时候呢 发现了一封书信 这封书信 是曹丕写给寻令军的 上面大骂自己的父王 曹操一看很生气 马上就把曹操下了大狱 曹操打死都不承认 这不是我写的 字迹就是你的 你还想否认 字迹是我的 有可能是没人冒充的 反正我没有写过 直到最后 忠遥重审此案 他突然发现 有一个人 这个人四世三公 天下文人莫刻之首 这个人就是崔眼 只有他的笔记 能够模仿全天下所有人 有没有可能是崔眼做的事呢 来问问吧 把崔眼叫过来以后 崔眼想都没想 折都没折 说对啊 就是我写的 我写的 我嫁祸曹操 我嫁祸曹操 你为什么要嫁祸他 因为曹操是我的女婿啊 我要帮助曹操上位啊 当他讲到这的时候 大理事所有官员都不相信 大理事所有的官员都明白了 崔眼四世三公 文人莫刻之首 那是圣人 那是圣贤 怎么可能干这种事 大家都明白了 这是崔眼在牺牲自己的名誉 牺牲自己的生命 以死做局 这叫局中局 我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 看似侮辱的 嫁祸的是曹批 实际不是 是为了看似嫁祸曹批 实际上是为了嫁祸曹职 嫁祸自己的亲女婿 就是为了维护 就是为了维护敌掌之统 让天下再无再乱 崔眼牺牲了自己的性命啊 这件事深深地激发了 那个司马懿的境界 司马懿 那个格局瞬间被拉伸的那一瞬间 瞬间以安天下为己任 不为己安 不为天下安 不为己谋生 为天下人谋生 因为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那一刻 司马懿把天下装入了胸膛 所以才能够创立大晋王朝 统一天下乱世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看 在崔眼临死之前 和司马懿的对话 当年我看到这的时候 泪流满面 格局瞬间被撕裂 那一瞬间 一切都变了 我的整个世界都变了 所以希望 这两分钟 也能够瞬间拉动你们的格局 司马懿 亲眼看到了 寻令君 以自己的死 来唤醒魏王 而崔眼崔公 牺牲自己 世世三公的名誉 古时候的文人 比要他们的命 更重要的就是 污蔑他们的名啊 冒着被满门操展的风险 以死作局 为的就是天下一统 我想问你们个问题 寻令君 他想死吗 他说人间智慧真香啊 他不想死 但是为什么要死呢 因为有些事 总要有人来做 我记得我第一次来马来西亚的时候 我去到了马来西亚的华人博物馆 我看到了华人博物馆 我力流满面 一 所有的海外华人 都是因为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才会背井离乡 来到了异国他乡 赚到钱以后 看到我们的祖国有难 在抗日战争时期 无数的华人 卖房卖地 卖了自己海外打拼几十年的产业 来去回馈自己的祖国 因为这件事得罪了日本 日本占领马来西亚 对华人进行了大清洗 二 我们华人来到这里 不希望让自己的文化灭绝 有无数人 为了保住我们华文教育 不惜含冤如玉 不需被割夺了 兵民公民权利 今天整个全球海外 马来西亚的华人教育 应该是保留最好的 就是因为有无数像 催眼这样的人 他站了出来 因为有些事 他总要有人来做 为什么欧洲曾经也出现过 罗马统一了整个欧洲 但是为什么今天的欧洲 依然四分五裂 而我洋洋华夏 被灭国四次 但是今天依然可以处理不倒 我去以色列的时候 我们以色列导游是中国人 他在以色列待了十年 他深深爱上了以色列 他说周老师 你不知道犹太这个民族 太牛逼了 被灭国两次 到最后流往海外 两千年 两千年以后 他们终于复国了 太牛了他们 我听到这以后 我说不对 我说应该我们中华民族更牛逼 他说为啥 我说我们民族被灭了四次 我们曾经进朝的时候 被五胡乱华灭掉 几乎汉族被杀杀难尽 我们被蒙古人灭过 我们被满清灭过 我们在唐朝的时候 被五代十国灭过 我们被灭过四次 但是中华民族没有逃亡 中华民族总是在民族 为难的时候有一个人 像英雄一样的站了出来 所以这个民族才能够屹立不倒 延续两千五百年 四大文明古国都已经不在了 只有华夏文明还在 就是因为这个民族有英雄气 就是因为这个民族 不但有武将 像秦始华汉武帝这样的 还有谁 还有像孔子 像孟子 像张子 像韩非子 这样的人 每当民族危难的时候 就有人站了出来 就像崔岩一样 崔岩是一个文人默克 愿意牺牲自己的身家性命 来去实现天下一统 那我想问你们个问题 我今天如果不讲崔岩 你们谁知道历史上 有一个人叫崔岩 你们不知道 但是他说了 后世说我们愚忠也罢 愚蠢也罢 不重要 有些事总要有人来做 是想一下 中华历史走五千年 有多少个像崔岩崔公的人 有多少一个像崔岩崔公的人 冒着自己的身家性命 来让这个民族一直在往前走 岳飞 明明兵权在手 他明明知道皇帝八块金牌 叫他回去 是要送死 那为什么还要去呢 于谦 是大明王朝最后的脊梁啊 明明知道废帝 回来以后 他不杀废帝 他一定会被废帝所杀 但是 他依然选择了赢废帝 因为他说 我要的不是一世之命 我要的是万世之命 所以这个民族是一个极其 有生命力的民族 这个民族是一个极其 有自尊感的民族 瞬间拿回炎黄子孙的那种气度 那种状态 那种感觉 如果没有秦始皇 如果没有孔子的思想 没有秦始皇的武力 华夏不可能走到今天 所以有这么一句话 叫天不生诸泥 万古如长叶 在中华五千年的文明历史里面 有多少人像吹眼一样 在民族危难的时候 站了出来呢 掌声有请 孔秋 天不生忠泥 万古如长叶 秦三世 紫英 在被项羽砍头之前 他喊的不是饶命 他喊的是佩公 秦统一天下的理想 不该被灭 答应我 让这个理想重新活下去 每道民族危难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民族英雄 站出来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这个民族 被灭了四次 但是今天依然 屹立世界 处理不倒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再度的各位 为什么 华夏民族 是全世界最骄傲的民族 为什么 就是因为 每道民族危难的时候 有一个人 愿意挺身而出 因为有些事 总要有人来干 就在这个时候 我已经两个多年 没有直播了 百度官方 非要请我去直播 推也推不掉 说在中国 有一个非常出名的 经济学家 跟你一起对话 周老师 你看你是江湖派 他是学员派 你是实战派 他是理论派 你们两个人对话 肯定能够插出火花 你说未来会发生 经济危机 他说未来经济会 越来越好 你们一起对话 我就去了 我很尊重对方 一上来就开始恭维他 但是他一上来 就开始辱骂我 你就是那周文强是吧 今天忽悠别人 创业那个是吧 你知不知道 我是文科状元 你知不知道 我是黄二代 你知不知道 我一出生就决定了 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你知不知道 普通人一出生 就决定了 他们应该做什么 普通人就应该去打工 普通人就应该 去为那些有钱人工作 你忽悠他们创业 他们能成功吗 就当他讲到这儿的时候 那场直播 我叫你两百多万人 在线看 无数人在下面评论 说不是周老师 需要我们 是我们需要周老师 你今天连我们创业 做老板的梦想都不给我们了 那是不是明天 我们连呼吸的权利都没有了呢 当时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 我说教授啊 你说的都对 但是我想跟你说一句话 你心中没有众生 你心中只有你的利益集团 全中国解决就业岗位 最多的不是国企 不是央企 是中小民营企业 给国家创造最多税收的 依然是中国民营企业 这些老板需要学财商 这些老板需要学创业 这些老板需要学会直播 那一刻我说实话 前一秒我真的做了个决定 我准备退出了 说实话 那个时候我也没有觉醒 那个时候我也没有开悟 那个时候我很怕死啊 我也很怕失去我的一切啊 我从15岁没有资源 没有背景走到今天 我是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 很不容易才活下来的 所以我不能请你死去 但是就在那一刻 我做了个决定 我真的看到了 那台下200多万评论区 在那里评论 周老师你一定要讲课 不是你需要我们 是我们需要你 那一刻我做了个决定 就在这个时候 有一部电影上映 这个电影的名字叫江子牙 我就去看电影去了 反正我现在不是不讲课了吗 疫情嘛刚好 正在跟对方正在谈谈 休了两个月 我去看电影吧 江子牙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 江子牙马上就要跪下封神了 他的师尊告诉他说 我要封你为众神之掌 你只需要拿起这把剑 斩杀狐妖 你就可以成为众神之掌 江子牙拿起自己的宝剑 正准备斩杀狐妖的时候 突然发现 狐妖里面有一个人 打几十个人 狐妖只是附了他的体 他说师尊不行啊 这里面有个人啊 他师尊说 斩了 你就是众神之掌 你不斩 为师就把你贬为凡人 江子牙说 一人不救何以救畅生 他选择被贬 成为凡夫俗子 他也不愿意成为众神之掌 从那天起 江子牙被贬凡臣 变成了一个凡人 他一直在追查狐妖的真相 终于他明白了 原来这一切 都是他的师尊 和九尾狐妖做的一个局 从那天起 他愿意 知身汉昆仑 以天下众神为敞 为敌 也愿意寻找真相 因为江子牙告诉我说 走自己的路 成为一个真真正正的神 一人不救何以救畅生 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 愿天下再无不公 愿世间再无愚昧谎言 不为己安 为安天下 不为己谋生 为天下人谋生 因为天下 是天下人的天下 那一刻 我真的穿越了对死亡的恐惧 那一刻我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如果从今天起 我不讲课了 即使我活着 我的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 因为讲课就是我的生命啊 就像篮球 就是科比的生命一样啊 所以那个时候 我做了个决定 死要上台 讲 因为有些事 总要有人来做 不是我们 又是谁呢 当我开始 站在台上讲课的那一瞬间 我仿佛 一直在追求开悟觉醒 我不知道什么是开悟觉醒 我也不知道 怎么样才能开悟觉醒 我仿佛走进了一个 黑暗的房间 我不知道门在哪 我很清楚 当你开悟觉醒以后 就如同柳暗花面又一村 会走向另外一番场景 但是我不知道门在哪 就在那一瞬间 我看到了一束光 我开始向一束光走去 直到最后 我推开了那扇门 我的整个人生 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从那天起 我真的明白了 在这个世界上 你经历的所有的苦难 都不是为了把你给整死 都是为了让你醒来 都是为了让唤醒你 所有大彻大悟的人 都曾经历过 无妖可救 心不死 则道不生 人的末路 就是神的开端 倘若冲突末路 那便始作复作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就像当年的孔子一样 孔子要 让他的儒学 推广到全天上的每一个角落 让人人都能成为圣贤 让人人都能成为君子 让华夏之国成为君子之国 他认为天下大乱 都是因为礼崩乐坏 在鲁国 他最高 做到了代国相 但是 鲁国的济师告诉他 你可以继续当你的代国相 但是只有一条 不允许在讲课 不允许在推广你的学说 孔子之所以会被迫 带着嫡子周游列国 其实是被贬出鲁国 他不走会被人杀的 十几年以来 他带着他的弟子 一起周游列国 一事无成 但是 他的儒学 真的推广到了 全天下的每一个角落 到最后 华夏文明 就是因为有了儒家 才有了华夏文明 两千五百年 我们今天 不管有没有读过论语 其实我们已经深深地 被儒家思想 印在了我们的骨髓里 不孝友善 无后为大 中国人再怎么计划生育 死若生个儿子 这就是 这就是儒家学说呀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当年孔子能够成功 靠的不是一个孔子 靠的是孔子 和孔子的重弟子 靠的是他的三千弟子 七十二千人 因为我知道 如果能够把财商 变成普世之学 天下 才能够真真正正地 实现太平 试想一下全世界的 所有人都实现财富自由了 谁还偷谁呀 谁还抢谁呀 谁还打谁呀 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这件事靠我一个人 能不能实现 不可能 你不需要向外求 你原本居住 此生只要你能 学会的智慧 都证明你本身就有 你会找到你的 真真正正的那个你 你会活出 那个真真正正的你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知道你是谁吗 你知道你的真实身份是谁吗 你是那个伟大的创造者 你就是道 在一百三十八亿年前 有一个意识存在着 他就是道 他存在了上兆万亿年 他突然问自己的一个问题 我存在吗 他感受不到自己的存在 他要想感受到我 他得创造出一个非我 所以开始宇宙大爆炸 形成了星系 形成了日月三合 也形成了你我 我们每一个人 都经历了宇宙大爆炸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宇宙大爆炸的参与者 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从那个宇宙源头来的 而来到这里的 唯一任务是什么 我们都记得在讲 修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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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行到底是修啥呀 是修心吗 是修情绪吗 是修贪嗔痴慢疑吗 在市面上 无数人讲修行 我觉得最接近修行的本质的是 日本的精英之圣 道森和夫先生 道森和夫先生说 人活着唯一目的 是让自己的灵魂 走的时候 比来的时候 更高一点 但是到底是什么东西 更高一点呢 他还是没讲明白 在我觉醒以后 我突然看到了 这个宇宙的真相 那就是 每一个人 来到这里的唯一目的 就是修自己的成绩 我们每一个人 从出生那刻起 我们的成绩就注定了 我们的成绩 是由我们上辈子的 修为和福报 来去决定的 一个成绩 在地狱到的人 他就会很倒霉 终生就会很倒霉 你会发现 他就会比别人笨 你就会发现 他这辈子都有嗔恨心 他的嗔恨心极重 一个人就是因为 嗔恨心极重 才会堕落地狱到 今天我讲的地狱 跟你们所理解的地狱 不一样 你们不要认为 是死了以后去地狱 再说各位 你不觉得有时候 活着就是地狱吗 此时此刻 有没有人正在经历战乱 此时此刻 有没有人正在经历绑架 再说各位 此时此刻 有没有人正在医院 被人开肠破肚 得了癌症 不自治症 有没有 那请问他们 此时此刻活在哪 如同活在炼狱 如同活在地狱 还有一种人 叫恶鬼 恶鬼 为什么会堕落到恶鬼道呢 就是一个字叫贪 吃多少都不够 那再往上走 叫畜生道 我想问一下 这种各位 你们有没有过 这样的体验 就是你教两个孩子 就有一个孩子 一学就会 但是就有一个孩子 怎么学都不会 这么简单 他就是不会 有没有这样的孩子 所以他笨啊 所以他蠢啊 吃 贪嗔吃慢衣的吃 再往上走 人道 你会发现 你小时候 总是在为父母着想 到学校 总是在为老师着想 谈个女朋友 总在为女朋友着想 生个孩子 总是为孩子着想 你总是为别人着想 你从来没有 为你自己想过 所以你此生 压根就没有活过 死亡不可怕 可怕的人 压根就没有活过 我们每一个人 都活在不同的程序 如果说你想过上 每天 哇 很幸福 很健康 遇到的全是好人 遇到的全是好事 哇 又是赚钱 又是健康 又是好运 又是贵人 那是天人道 才能碰到的事 你的成绩到天人道 你自然就会过上 那样的生活 就是有些人 真的他没有你有努力 也没有你有能力 他就是赚的钱比你多 为什么 因为成绩比你高啊 所以修行 修的本质就是修成绩 不是修贪真吃慢意 贪真吃慢意 只是成绩显得一个像 举个例子啊 各位 为什么一个人 会堕落地狱道 就是因为这个人 有强烈的嗔恨心 如果说他有嗔恨心 他是从地狱道来的 他做任何事 都会有嗔恨心 那我恨他爹 恨他妈 恨别人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如果成绩在第一馆 有打过游戏的举手 你打游戏的时候 你在第一馆 你把那个妖怪杀了 往前走 又杀了一个妖怪 又往前走 你还在第一关 那个妖怪你往回走 他又回来了 这叫江山一改 本性难移 修贪成吃慢意 是末道 是在投影里面做文章 你成绩在地狱道 你就一定会有嗔恨心 那怎么样 才能没有嗔恨心呢 成绩从第一等级 上升到第二等级的时候 你的嗔恨心 瞬间就消失了 但是 新的妖怪来了 那就是贪 那个贪来了 为什么很多人就贪呢 因为这个人生下来就是二啊 就是二等级 他就是天生就贪啊 一个人为什么会被骗 就是因为贪嘛 如果你不贪 怎么可能被人骗呢 为什么总是骗子出现在你生命当中呢 就是因为你的成绩是二等级 你会吸引 骗子会进入你的生命当中 而且在这里 我要给你们讲个很高的东西啊 认真听啊 你出门 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个骗子 把你给骗了 我出门 遇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是个贵人包 给帮了 可怕的是 我们遇到的是同一个人 也就是 他人是你一时的投影 这个世界有无数个版本的他人 这个人到底是个好人 还是坏人 跟你成绩有关 你遇到的每一个人 都是你这个成绩的 这个版本的专属演员 所以各位 你买了辆宝马车 宝马车有三个版本 第一个是低配的 第二个是中配的 第三个是高配的 你买的那个低配的 那个宝马发动机是低配的 那个皮 上面的漆 喇叭 音响 全是低配的 但是你买的是 那个高配的宝马汽车 你的发动机是高配的 你的轮胎是高配的 你的那个皮是高配的 你上面喷的漆是高配的 你里面装的那个喇叭 音响是高配的 就所有一些都是高配的 能听懂我来说什么吗 这个乖 你们知道什么叫修行吗 修行修得成绩 我曾经有一个 我这个经常被他父母打骂 从小 然后嫁了个老公 被他老公打骂 他说周老师 我发现我生命中全是坏人 我太痛苦了 我跟我老公离婚 我说你离婚解决不了这问题 你离婚以后 你还会碰到一个家暴的男人 他说周老师 你说得太对了 其实这是我第二个男 第二个老公 然后我跟他说了一句话 你知道吗 你老公只是你这个意识的 一个投影而已 你变了他就变了 你是地狱道的 你的老公就是地狱道的 你的孩子就是地狱道的 你的所有的家人 都是被你投影投到地狱道了 如果你的这个力气提升了 你会发现 你老公会变得很爱你 你身边的人会变了 改变世界是神经病 改变自己是神 他老公不再打他了 反而非常爱他 现在过得无比的幸福 他说他老公变了 实际上所有人都知道 不是他老公变了 是谁变了 是你自己变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修行的本质 就是提升自己等级 给大家举个例子 王阳明出生的时候 是第四道 而宁王一出生 比王阳明还高 所以他一出生就是王爷 后宫加力三千 这过得非常好 很奢华 但是王阳明出生以后 他每天在想一件事 如何干好事 如何帮助更多的人 所以他成绩不行升级 而宁王呢 每天想的就是造反 我当皇帝 就因为宁王造反这一件事 因为他这一个举动 有多少百姓会流离失所 有多少将士会战死家杀场 他本来有福报 就因为他做了这一个动作 直接进入地狱岛 所以宁王到最后是怎么死的 被林池处死 一刀一刀剐 剐了三千七百七十七刀 不但宁王被处死 宁王的全部家人 孩子全部被林池处死 来 请问结束了吗 也就是他得轮回多少年 才能够往上走 大家能听懂得说什么吗 所以这是比较慢的一种修行方法 就是修福报 我们再来讲一个比较快的方法 好不好 开悟直接 知道进入第六道是个什么状态吗 出门见喜 出门遇贵人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心相是成 你们想不想过这样的 所以修行的本质就是修灵魂层级 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层级都是不一样的 要想让提升这段级其实很简单 我再教你们个更快的方法好不好 根据宇宙的能量守恒定律 同频共振定律 一个灵魂层级在第一道的人 每天都跟一个灵魂层级在第八道的人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灵魂层级第一道的会瞬间被拉升 能听懂吗 各位 那如果一个灵魂层级本身在第四道的 天天跟那些灵魂层级在第一道的人在一起 就会被拉低 仔细听 给大家放一个视频 大家认真看 第一个视频 有一匹马 一不小心呢 踩到了沼泽地里 它越挣扎 它往下陷得越狠 然后到最后 它整个半个身体都已经被陷到泥土里了 还在往下陷 这个马都已经放弃了 不再蹦了 马的主人看到以后就想救这个马呀 拉半天 拉不动啊 而且差点把它蹲进去 这个时候 这个马是不是必死了 我们来看看这个马 是不是只有死路一条 日本的著名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 就是有很多的钟摆 他无意地把这些钟摆全部拨动 这钟摆都在乱摆 但是摆着摆着 同频共振了 所有的钟摆是同一个方向 仿佛军队一样 哇 那个力量感超乎想象 这是一个震惊中外的一个实验 在美国 有一个科学家做了一个非常有趣的实验 那就是 他发现有一群猴子特别喜欢吃番薯 他就故意把那个番薯上抹点泥给那些小猴 那小猴用手扒了半天 把泥扒了干净才能吃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科学家呢 就 找到了一处山泉 故意让一个猴看着他 拿着带泥的番薯 在那个山泉里面 让那个水自动把那个泥给冲走了 然后他开始吃 当他做了这个动作以后 那个猴看见了就学会了 那个猴就拿一个泥的番薯去那洗 当一只猴学会洗番薯以后 其他看到的猴也学会了 慢慢地 那座猴山里面 有将近两三千只猴 同时都学会了洗番薯 当他们都学会洗番薯以后 你们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 一夜之间 全地球的所有猴子 瞬间都学会了洗番薯 这就是同频共振 这就是量子纠缠 我想告诉我们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们想象一下 如果今天 全地球 有一批人开悟了 这个开悟人的 这种频率到了一定的灵界值以后 会影响到全世界的人 可能会在一夜之间全部开悟 当全世界的人 全部都开悟觉醒以后 你会发现 你就是我 我就是你 我怎么会伤害你呢 伤害你不就是伤害我吗 为什么那些觉醒的人 他不再杀生了呢 他不再吃肉了呢 因为你吃了一条鱼 其实鱼就是你的一部分 就是你吃了你自己的一部分 你觉醒以后你会吃自己吗 有一朵浪花 一直在寻找大海 他熟不知 他其实他就是大海啊 有一天 这个浪花突然觉醒了 他突然发现 我就是大海的一部分 突然有一天 他体验到了 他就是大海 他就是大海 他不是大海的一部分 他就是大海的全部 那种感觉 那种感觉 你们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全世界的人都觉醒了 这个世界还会有战争吗 这个世界还会有种族冲突吗 这个世界还会有坏人吗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马斯克说 我为了人类文明继续能够延续 我必须保证在人类 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前 让人类可以登陆火星 殖民火星 因为如果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 一定是核武器 那人类不就完了吗 所以我一定要在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窗口期 帮助人类实现登陆火星 那我想问的是 这是他给人类开的药方啊 马云给人类开的药方是 我用我的商业这样 让人类繁荣一百年 马斯克给人类开的药方是 我要让人类登陆火星 成为跨星星种族 让人类文明可以得以延续 但是我给人类开的药方是 就算人类到火星了 人类不觉醒 火星也有可能发生战争 把火星给炸了 你信不信 是还是不是 对各位 那什么时候才有可能 不发生战争呢 就是人人皆可成为圣贤 人人皆开悟觉醒以后 会成的梦想是 让一家族实现财富自由 而的梦想是 让众生觉醒 各规其道各行其事 自行运转 把这娑婆世界 变成美丽的莲花帮 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做的各位 那匹马 它已经 它自己在那整半天 它都已经放弃了 每一次蹦 只会让自己现在更深 它都已经放弃了 它的主人拉 它都不走了 那为啥又走了呢 因为有一大匹马 在那转在那跑 刚开始我看这个视频 我是懵的 哎 牵着马在那跑 有什么用啊 结果跑跑跑跑 跑到最后 那个正平 有没有就影响 这个马了吗 这个马就开始 直到最后 跳出泥潭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做的各位 宇宙的第一规律是什么 就是同频共振 低频的人 遇到一个高频的人 低频的人 瞬间会被高频的人拉高 同频共振 什么是开悟 开悟就是你突然意识到了 原来人生就是一场梦 开悟就是你突然明白了 原来一切都是假的 只有你自己的体验是真的 开悟就是我处于这个世界 但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 庄子有一天做梦 梦见了自己 变成了一只蝴蝶 庄子梦醒以后就问自己 到底是这个庄周这个人 梦见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呢 还是蝴蝶做梦 梦见了自己变成了 庄周这个人呢 如果你问庄子 到底庄子是真的 还是蝴蝶是真的 庄子会告诉你说 都不是真的 梦是真的 觉醒以后你会发现 这个世界 你只是在演一个角色而已 角色 演员 观察者 你既是那个角色 又是那个演员 又是那个观察者 为什么说 开悟是所有痛苦的终结呢 请问今天不开悟的时候 你的老婆跟你吵架了 你痛不痛苦啊 你生意失败了 你痛不痛苦啊 你今天生病了 你痛不痛苦啊 小孩不听话 你痛不痛苦 你肯定会痛苦 但是请问 你能控制你老婆 一辈子不跟你吵架吗 你能控制小孩 一辈子都听话吗 你能控制你在生意场上 一辈子都能赢吗 不可能 因为我们活在一个 二元对立的世界 有好就一定有坏啊 那为什么说 开悟是所有痛苦的终结呢 因为开悟以后 你会发现 你不再追求幸福 因为你就是幸福本身 幸福是一个大背景 我们应该让我们 人生当中的吃喝拉杀 输赢生死 都在这个大背景下发生 幸福应该是个大背景 幸福不应该是个目的地 我们应该每天 都活在幸福当中 因为我们就是幸福本身啊 今天你老婆 在跟你吵架 站在更高的维度 一个开悟者来看 你老婆正在跟你演一场戏 她在戏里面演一个 骂你的老婆 那你就演一个 被他骂的老公警察而已 你怎么知道 你现在不是在演戏 人生如戏 戏如人生啊 当你一旦觉醒以后 你会发现 一切都是假的 你不是周文强 你再演一个周文强 周文强是你演的 一个角色而已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开悟是所有痛苦的终结 所有一切全变了 好还是不好 这是修行的本质啊 这位各位 我接下来就想问你们 一个问题 为什么他们从如此普通 有些是下岗女工 有些都已经六七十岁了 有些一辈子都没有赚到钱 那为什么就 就改变这么大呢 可能在你们看来是 哦 学了财商 学了方法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他进入了 一个新的圈子 就像那匹马一样 在泥潭里面 挣扎了几十年都跳过出来 都快淹死了 一群马群 一滴力 哗就上来了 那个场不一样了 老子曾经说过一句话 叫做 天下无财不养道 很多人会认为 无财不养道的意思就是 没有钱又不能去修道 其实不是那意思 我们今天在世界里 赚的每一分钱 都是道给我们的 无财不养道的意思就是 道给你的每一分钱 都是为了让你来修道用的 你不把这个钱 花到修道上 你花到吃喝玩乐上 道就把你钱收走了 道就是我们的母亲 想一想 你的妈妈 很有钱 送你去美国留学 你要好好学习 报课 嘎嘎给你钱 结果你拿你妈给你的钱 不报课 你天天吃喝玩乐 坑梦拐骗偷 对吧 吃喝标准抽 你告诉我 你妈还给你钱吗 就把你卡给你冻结了 给你收回了 无财不养道指的就是 我们的每一分钱 都是道给的 我们的衣服是道给的 我们今天吃的食物道给的 我们今天用的钱 都是道给的 道给我们 才是让我们来修道用的 今天你不把这个钱 花在修道上 你的钱就会消失 再说各位 你们知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世界上 财富总是在平均分配 你们知道核心原因是什么吗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无财不养道 还是那句话 所有的人才 都是用钱堆出来的 周老师能够走到今天 如果没有花钱去修行 花钱去学习 我没有今天 在这个世界上 人生成功是需要贵人的 叫做各位 那你的贵人 为什么迟迟没有出现呢 因为你要先成为别人的贵人 在这个地球上 有一件事 对你来讲 可能比登天还难 你相信吗 对另外一个人来讲 可能易如反掌 但是有一件事 对你来讲 可能易如反掌 但是对另外一个人来讲 可能比登天还难 如果你帮助了那个人 把他难比登天的事 你帮他易如反掌 给他办了 你难比登天的事 让那个易如反掌 给你办了 你们两个人 不都易如反掌了吗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人生是需要贵人的 你的人生 之所以贵人 迟迟没有出现 因为你还没有成为 别人的贵人 要想帮助别人 要想让帮你的人出现 首先你要先帮助别人 就是因为 你帮助别人 到最后你一定 被别人所帮 爱出这爱饭 付出什么 就会收获什么 反正想害别人的 到最后一定被别人所害 反正想帮别人 到最后一定被别人所帮 因为万事万物 其实只有你一个人 所有的一切都是你 你帮助别人 其实不是在帮助别人 是在帮助你自己 你害别人 其实不是在害别人 是在害你自己 美好所有的一切 我很开心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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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伊谢谢 台湾了 台湾了 今天我會 順順順順 今天幸運女神 與我相伴 今天幸運女神 光我的生活太棒了 今天是多麼美好的一天 一起來 充滿了愛 充滿感恩 充滿喜悅 充滿財富 充滿健康 充滿好運 充滿教育 充滿和平 在座各位 今天周老師是不是告訴你了 人生有兩種 第一種人在座天在看 逆流而上 第二種天在座人在看 順流而下 來你們想不想像自己的人生是順流而下的 想不想 來想的舉手 我說過 你活在你的頭腦層面 你的人生永遠是逆流而上 我們要活在哪 活在自己的心 跟著感覺走一切全都有 不跟感覺走要啥啥沒有 你馬上就要醒來了 你知道嗎 馬上你一哭出來那一瞬間 咔 格局就開了 你就開悟了 結果 你憋住了 你差點幹啥呀 我想告訴你 你所排斥的恰恰是你所需要的 你們記住 一個人天天喜歡吃土豆絲 就不喜歡吃西蘭花 證明你身體裡面 就那個土豆絲的營養已經過剩了 你知道不 你就缺西蘭花的營養 不是跟你開玩笑 你所排斥的恰恰是你所需要的 在座各位 在這個世界上的人 什么樣的人能實現財富自由 在這個世界上 什么樣的人能開悟覺醒 登上祖母拉馬峰的 從來都不是最有體力的 是死多上去的人 什么樣的人能實現財富自由 下定決心死多財富自由的人 什么樣的人能開悟 下定決心死多開悟的人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 今天在座的各位 你们跟我最大的區別就是 我敢下定決心 而你不敢 你们想象一下 当年我把我所有的錢 投資学習的時候 多少人反對我 但是我為什麼要做那個決定 因為我很清楚 如果我不學習 我這輩子只能在社會的底層 我不可能實現自己的階層越前 我的人生我做主 我要為我的夢想買單一次 這個世界我來過 我努力過 奮鬥過 我不後悔 我不在乎結局 我媽說 如果你交了這個錢 沒學會怎麼辦 我說萬一學會了怎麼辦 萬一能學會 我能成為一萬風 我沒學怎麼辦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 在座的各位 人老了以後 往往不會因為自己 年輕的時候 做過什麼而後悔 而是自己年輕的時候 沒做過什麼而後悔 人生下來就是為了修行 沒有第二件事 生靈萬物皆是為修行而來 看過《西游记》的巨手 來 你說你沒資源 沒背景 沒學歷 你還能用孫悟空 沒資源 沒背景 沒學歷嗎 孫悟空連爹媽都沒有啊 從石頭缝裡蹦出來的 你知道嗎 蹦出來以後 什麼都沒有 但是他看到有很多猴 他就想融入這個團隊 沒話找話啊 他就問那些猴說 你看旁邊有一個水田洞 有沒有猴敢蹦過去 猴說我不敢 孫悟空說我也不敢 咱這樣吧 誰敢蹦過去 而且沒死的話 咱就扮他做美猴王如何 猴說可以啊 來 誰敢 這個時候沒人說話 孫悟空說 既然你們都不敢 那我試試吧 孫悟空這一蹦 就變成了美猴王 從此以後 他擁有了整個猴山的資產 整個猴山 所有的女配交配權 都是他的 你知道嗎 所有金銀珠寶都是他的 你知道嗎 從此以後 在猴山裡面 就開始享樂啊 但是突然有一天 他看到有一隻猴老了 他看到有一隻猴病了 他看到有一隻猴死了 孫悟空這個時候 大獲不及 怎麼會死呢 怎麼會老呢 怎麼會生病呢 旁邊有個年長的猴就說了 都是這樣子的呀 这是大自然的規律呀 世間所有生命萬物 皆會經歷生老病死啊 悟空說那不好玩 能不能不經歷 老侯說可以呀 那得修行 那得得到成仙 才有可能不經歷生老病死之苦 悟空說哪有神仙 你告訴我 那老侯說我也不知道 反正應該有人說 在大海的對面有 悟空放棄自己猴山 所有的資產 架著一夜偏舟 在海上漂了整整八年 在座各位 整整八年 八年以後他終於 去到了海的對面 他想找神仙 他不知道去哪找神仙呢 等悟空來到現場 見到菩提老祖的時候 請問菩提老祖 有沒有傳他真本靈 大會場講規矩 真本靈肯定是要 一對一傳說 上了兩天課 也沒有教他真本靈 這個時候悟空就在想 不行我一定要學會真本靈 沒有機會我就創造機會 結果這一堂課悟空這個中午有點困 然後呢大瞌睡 老師走在下面 在他後腦上敲了三下 意思是讓他好好聽課 結果這個是悟空想了 沒有機會我就創造機會 老師肯定是想告訴我 晚上三點穿我真本靈 晚上三點悟空就跑到 老師房間門口 老師正睡覺呢 就聽到有人在外面喧嘩 何人在外喧嘩 師父是我 你是何人 我是悟空 你來做甚 不是您說的嗎 敲了我三下 他告訴我晚上三點傳我真本靈嗎 師父說我沒說 悟空說你就說了 你今天不教我 我就不走了 這個時候老師說 你這婆侯進來吧 然後悟空就進來了 跪倒在師父的床前 真想拜我為師跟我學習嗎 是的 這個時候 師父終於從床上坐了起來 請問 什麼沒有 看過西遊記沒有 教了他七十二萬變化 教了他一個金斗雲 就能飛十萬八千里 悟空學到了真本靈 他從美猴王到最後 變成七天大聖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 今天在現場的所有同學 猴都知道要花錢學習啊 你不知道啊 啊 猴都知道要拜師啊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在座的各位 遭聞到西死可以 那不是跟你開玩笑 就聽到這兒以後你們 就今天上午的課程如果真聽懂了 我告訴你整個人生就完全不一樣了 以前教你們修行的老師都是告訴你 修心 修情緒 修貪嗤吃慢衣 那都沒有用 那都是在投影裡做文章 我教你們修靈魂成績 那個感受才是真真正正正的修行 當年的釋迦摩尼就因為發現了一個規律 直接開悟成佛 他當年發現了一個什麼樣的規律 就這個規律如果你們今天掌握了 整個人生那遊戲 咔咔咔升官 咔咔咔升級 靈魂成績咔咔咔往上走 還想不想知道 想不想知道 來 佛陀發現了一個規律 讓他開悟成佛 這個規律是因果定律 佛陀成佛以後 講了49年的佛法 其實49年的佛法就講了四個字 寫上 緣起 性空 如果緣起 性空你聽不懂 我給你翻譯成現代話 你就瞬間聽懂了 無數人學佛 學了三十年四十年也沒整懂 接下來五分鐘讓你瞬間聽懂 寫上 因緣果報 就緣起 性空 聽不懂 就寫四個字 万說給他打出來 叫因緣果報 因緣果報如果還聽不懂 來給你畫張圖 來 白板上來 接下來這五分鐘是改變 明明的五分鐘 認真聽 很多人說我的靈魂成績如果比較低 我這輩子能修成嗎 來 告訴我一輩子能不能修成 我上輩子作惡多端我能修成嗎 能不能修成 就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怎麼可能不能修成呢 我送你們一句話 任何人都可以一時修成 來 認真看啊 什麼叫緣起 性空 什麼叫做因緣果報 因緣果報這個報你們無法理解 我簡單給你用一個翻譯一個你們更能理解的 我們把它翻譯成業力 業 我們都以為這個世界的因果定律就是因決定了果 對不對 因是不是決定了果 是不是種瓜得瓜 種豆得豆 不對 或者說不完全對 今天你要種一個黃瓜 你種了一個黃瓜的種子 黃瓜的種子就是因 你種下去以後它一定能得出個黃瓜嗎 不一定 它要想真真正正得出個黃瓜 它得有緣 緣是什麼呢 這個黃瓜所需要的土壤 所需要的養分 所需要的水 所需要的陽光 所需要的空氣 這就是緣 黃瓜的種子 種在了合適的土壤 合適的時間 合適的水 合適的肥 合適的陽光 合適的空氣 它才能夠到最後長出黃瓜 大家能聽懂在說什麼嗎 換句話講就是 不是因決定的果 是因緣決定的果 那是什麼決定的緣呢 是業決定的緣 這有點高了啊 業你們可以把它理業成業力 業力分兩種 一種叫善業 一種叫惡業 業力聽不懂的話 你們應該都聽過六祖的一首詩 身世菩提術 心如明鏡台 時時情浮事 莫失者塵埃 誰就是想告訴我們 一個什麼樣的道理呢 每一個人都像一面鏡子一樣 這個鏡子都可以造出世間萬物 但是這個鏡子上面 如果有灰塵 落的灰塵太多了 就啥也造不出來了 要想讓你造出世間萬物很簡單 叫時時情浮事 莫失者塵埃 你把那個鏡子擦乾淨 它又恢復本來面目了 換句話講 五祖想告訴我們一個什麼道理呢 人人皆是開悟者 你之所以不開悟 是因為你的業力太重 因為你的業障 你有業障 所以你沒有開悟 但是什麼時候 把那個業力給你還完了 你就開悟了 打能聽懂在說什麼嗎 你們在這個世界上 有沒有過這樣的體驗 這個人明明是第一次見 你就覺得你見過 這個地方明明是第一次 你就覺得你來過 有一種人 這種人 不管你怎麼對他好 他就是對你不好 但是你還想對他好 但是有一種人 你明明你對他不好 他就嘎嘎對你好 你們知道這是為什麼嗎 一切都是業力在牽引你 在座各位仔細聽啊 這個境界很高啊 在這個世界上 你遇到的每一個人 都是註定的 在這個世界上 你遇到的每一個人 這個人會怎麼對你的 都是註定的 都是遊戲設定 都是由你上輩子決定的 但是你怎麼對別人 是由你決定的 這叫做自由意識 神赐於你最大的禮物 就是自由意識 我們講完 這個靈魂前出生計畫 再來看這張圖 拜拜 因緣果報 緣起星空 再來看這張圖 很重要啊 這兩分鐘看懂了就真開悟了 在這個世界上我們一出生 我們是不是都在追求結果 想要一個好的結果 賺錢 成功 幸福 發財 是不是 我們都在追求這個結果 對不對 好這個結果是有什麼決定的 是由因和緣決定的對不對 那因是空的 仔細聽啊 緣起性空的空 就是這個意思 因是空的 你出生的那刻起 你的思維意識是被清空的狀態 你可以選擇抱怨來解決人世間每一件事 你也可以選擇感恩來解決每一件事 你是抱怨還是感恩 你是負能量還是正能量 是空的 是由你自己決定的 跟上輩怎麼有關係 聽不聽到 來第二 那個業力是不是空的 業力不是空的嗎 你的累生累世除 我告訴你一個驚天秘密啊 你們累生累世 這裡的所有業力 在你轉世投胎的那一瞬間 全轉換成了圓 投胎的那一瞬間 這個業力已經清空了 你已經沒有業了 你是清空的狀態 因為業權轉換成了圓 圓就是你這輩子會遇到的人 這個人會怎麼對你 聽不聽懂 換句話講 這個是空的 這個也是空的 只有這個圓 是注定的 那請問這個結果 結果是不是注定的 很多人說宿命論 我看你的八字就知道 你這輩子發不了財 你的命中注定的 命中注定我還奮鬥啥呀 結果是不是注定的 結果不是注定的呀 這都是空的呀 只有這一個是確定的呀 結果也是空的 只要我們用正能量 對待我們生命當中 遇到的每一個圓 我們就會得出一個 正能量的果 只要我們不再造新業 我們就能開悟 能聽懂嗎 如果聽不懂的話 這一句話一定要讓你聽懂 眾 散 因 不是得散果 是眾散因 結 散 遠 得 散 果 把這句話寫上 眾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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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秀和尚告訴我們說 你之所以不開悟是因為你有業障 只要把業障清空 你就開悟了 但是實際上在我們轉世投胎的那一瞬間 我們的業障已經清空了 因為都轉化成了圓 來 接下來把本合上 看我很重要 這個懂就懂了 不懂你記住也沒有用 來看我很重要啊 還記不記得我說過 我說開悟就是我知道了這是我的道 我只要走在我的道上我可以永遠成功 我其他地方我不去 對不對 那你知道什麼叫成道嗎 開悟就是我知道了這是我的道 我只在我的道上走我也可以永遠成功 但是其他地方我不能去 我去了我會失敗 那我的自由度就受限了 那什麼是成道呢 成道就是我修成了我即是道 我走在哪 那就是我的道 開悟就是你被北大錄取了 拿到了北大的錄取通知書 你怎麼知道你現在不是在演戲 你怎麼知道你現在不是在演戲 有做過夢的舉手 夢跟真實一不一樣 在夢裡被打是不是也疼 那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那是假的 那你怎麼知道你現在不是在做夢 你們知道什麼叫疼痛嗎 疼痛只是一堆大腦的信號 疼痛在物理學上就是大腦的神經元 幾個神經元 放電 給到大腦一個模擬信號 說這叫疼痛 在二戰的時候 猶太人做過一個實驗 抓到了一個人 把他眼睛蒙上 用了一塊冰塊 說我要拿刀把你的大動脈給你劃開 讓你的血溜乾而死 然後就拿了那個冰塊在他手桌上 咔嚓滑了一下 然後打開水龍頭 滴水滴滴滴 那個人他眼睛被閉上了 你知道吧 他就感覺到手上一涼 然後就聽到在滴滴滴滴滴 一個小時以後這個人死了 醫生檢查他身上沒有任何傷口 貧血而死 他是貧血而死 因為他他認為他的血被放乾了 能聽懂在說什麼嗎 這位 能不能聽懂 毛毛蟲是一事 作繭字符變成繭是第二事 化繭成蝶變成蝴蝶是第三事 當毛毛蟲變成蝴蝶以後 我想問一下毛毛蟲去哪兒了 他說變蝴蝶了 我想告訴你的真相是 毛毛蟲死了 蝴蝶才能重生 一隻毛毛蟲 兩隻毛毛蟲 我們都是毛毛蟲 在一起玩 玩泥吧 我們認為世界就那個褲子爛叶那麼大 突然有一天我修行了 我作繭字符變成蝴蝶了 我發現哇這個世界好大 有藍天有白雲 哇有大海 哇有高山有流水 哇太美了 然後我就飛過來跟我的那個 小時候跟我一起玩的毛毛蟲說 說兄弟呀修行吧 然後你說你誰呀 沒有作繭字符何來化繭成蝶呢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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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毛蟲如果不把自己變成繭 它怎麼可能變成蝴蝶 我想告訴我們今天在座的各位仔細聽啊 我不是在跟你開玩笑 我一直在推薦國內有一部小說叫江夜 你們有人看過嗎 江夜沒有一個人看過是吧 有人看過是吧 電視劇看過是吧 你們回去一定要看 最好找那個小說的原著去看 在國內還有一本小說很聰明 也拍成了電視劇叫慶余年 有人看過嗎慶余年 慶余年 在這個電視劇裡面有兩個男主人公 一個叫做宁缺 一個叫做范賢 這兩個人都被人施以酷刑 那個寧缺是被他的老婆是浩天 一片一片把他的肉給他割掉 然後重新長出來再割 有一次呢 我生病了 我要吃中藥 我從小就不喜歡吃藥 但是那個時候我要開課 我必須得吃中藥 我中藥苦 我喝了就吐我忍不住 但是當我突然想起來 我跟你們講課講這段的時候 我就告訴我自己 我說既然彤彤是一堆電信號 請問苦是不是也是一種電信號 然後我就跟那個中藥說 你是最甜的 你像椰汁一樣甜 你是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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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金汁玉液啊 太好喝了 你像橙漿玉涅一樣 然後我就開始 拼命地給自己洗腦 然後開始喝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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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股甘甜味 你們回家可以試試 我不是在跟你開玩笑 有一次我得了一種病 這種病叫做泡疹 是長在腿上的 是長在神經面條上的 那個病很 就是長除了很多小水泡 特別癢 然後那種病是很難治的 因為我背後有一個醫醫嘛 他說你來我專治泡疹 一百年 一百年不復發 然後我就去了 你們知道他是怎麼治病的嗎 他首先拿著一個像蒼蠅拍一樣的東西 上面全是針 那個蒼蠅拍上面全是針尖 然後就拿著那個針尖干嘛呢 就在我腿上 在我的那個傷口上 像拍蒼蠅一樣 一直拍 你知道這要幹嘛嗎 要把那個泡泡全部都砸破 砸破以後那個病毒就出來了 全砸破 砸破完以後拿火燒 他說我告訴你沒有一種病毒 可以在高溫多少度以下 存活多少多少秒 再說各位 我是一個很怕疼的人 你知道嗎 我到了他的診室 他開始拿那個蒼蠅拍的時候 給我疼的呀 渾身之毛冷汗 我實在受不了了 你知道嗎 我說你等會兒 然後我說你可以開始了 我看著他們受的罪 要比我的大得多得多 所以那個人那一刻不疼了 我還在安慰他們倆 我說宁軒 再堅持一下 再堅持一下啊 不疼 再堅持一下 一會兒就好了 人為什麼會痛苦 因為生起情緒嘛 一會兒生起開心的情緒 你很開心 一會兒生起悲傷的情緒 你又很悲傷 那佛祖說了 那如果讓他不生呢 什麼都沒有呢 如果能夠進入不生不滅呢 那種狀態下 那不就沒有痛苦了嗎 來 今天上午我帶著你們臨載 來 所有人吧 咱現在現場來一下 現場所有人 你可以用眼睛盯著一個東西看 也可以用耳朵聽 反正就是所有東西都忘掉 來 一二三 什麼感覺 空了是吧 有發過呆的舉手 發呆的時候啥感覺 美美 大腦裡什麼都沒有想 沒有任何的念 安享 喜悅 這個時候突然有一個人拍了你一下 嚇你一擊令 你今天為啥痛苦 在這兒想公司的事 在公司想家的事 你能不痛苦嗎 你們在嗎 你壓根不在這兒啊 你沒有在當下啊 你被頭腦拉到了幻象裡啊 你被拉到了過去或者未來啊 過去全都痛苦 未來全都恐懼 而當下只有愛 只有祥和 只有美 你知道美有多簡單嗎 你知道為什麼人類會殖民於性這件事嗎 因為你在這兒的時候你一定是在當下的 你腦袋裡一定是一邊空白 你能不能邊做邊想 你肯定是完全臨在的狀態嗎 那還說什麼說啊 你如果吃飯 不看手機 不聊事 只跟飯臨在 吃飯也可以很爽 你如果在散步的時候你什麼事都不想 你就是跟身體臨在 散步也可以變得很爽 寫字也可以變得很爽 畫畫也可以變得很爽 聽音樂也可以變得很爽 烹茶也可以變得很爽 扶琴也可以變得很爽 關羽也可以變得很爽 聽風也可以變得很爽 看白雲都可以變得很爽 就是這樣啊 對呀 開悟就是不再過生活讓生活來過我 來什麼體驗什麼 開悟就是不再御數臨風讓風靈御數 嘩 那個感覺 美美 在座各位 我剛才是不是講的第一個規律叫因果規律啊 有人說老師呢你別講了 你講的都是人家的 來我講一個我發現的規律好不好 佛祖發現的一個規律叫因果規律 誤出了緣起性空 搞懂了因緣果報 老子發明了陰陽規律 跳出二元對立進入非二元 而且是永恆非二元的狀態 也就是進入合一的狀態 跳出二元對立進入合一狀態 所以他承道 耶穌發明了一個規律 那就是萬有引力 既然萬有引力 思想有沒有引力 語言有沒有引力 動作有沒有引力 所以為什麼耶穌要讓你行善事呢 說善話呢 就是因為你的每一個東西都有引力 你知道不知道 就是你升起的每一念 都在宇宙當中 它都是一個正頻 就是假如說現在量子物理學 就是你們如果真的研究過量子物理學的話 你會發現其實人的本質 所有物質的本質 都是一個震動 都是一個頻率 都是一個波 都是一個正頻 你聽懂嗎這個鬼 你的一個念頭也是一個波 也是一個能量波 所以耶穌告訴大家 一定要想好事嘛 一定要祈禱嘛 每天只想正能量的事嘛 你就會遇到正能量的人嘛 那周老師發現了一個規律 叫生命能量 叫生命周期 你不需要記 你記沒有用你也聽不懂 我給你們講 好不好 仔細聽啊 我是不是說過從你一出生起 你在這輩子遇到什麼樣的人 他會怎麼對你 或者說你遇到什麼樣的事 都是註定的 那能不能知道 我會在什麼節點遇到什麼樣的人 可不可以知道 當然可以知道了 來 周周各位 睜開眼睛看看這個房間 這個房間有沒有一個東西 是沒有用的 這個杯製造出來有沒有用 這個錢夾製造出來有沒有用 這個眼睛製造出來有沒有用 來 這些都是人造的 連人造的東西都有用 請問我們是誰造的 我們是比人更高的一個存有 你可以把它稱為神 把它稱為上帝 把它稱為老天爺 把它稱為道 反正就是一個更高的存有造的 對不對 我們是神造的 你告訴我我們有沒有用 老天爺造劉翔出來 就是為了人上跨欄 只要跨欄就是神 老天爺造周杰倫就是來唱歌的 唱歌就是神 老天爺造周星矢就是演電影的 演電影就是神 老天爺造我就是來演講的 聽懂了嗎 也就是我們每一個人 其實都有一個說明書的 買台電視有沒有說明書啊 買台電腦有沒有說明書啊 請問老天爺把你造出來有沒有說明書啊 有人說沒有 老師在哪兒呢 老師我沒看見 問你們個問題啊 這個各位 我們是不是腦袋裡面那個意識 決定了我們的生命 那請問什麼決定的意識 今天你們現在把你們扔到南極 你會自動做一個動作 你是自動的 今天把你扔到那個最熱的那個地方 你會自動脫衣服 那是自動的 那叫做能量 那叫做環境決定的 你們有沒有過這樣的體驗 就是這個人你就是喜歡他 你第一眼見他就是喜歡他 他對你不咋樣你也喜歡他 你們有沒有這樣的人 就是你不喜歡的那個人 他就是喜歡你 我們在公司的時候 是不是經常碰到這種狀況 我們看中的員工反而背叛了我們 我們不喜歡的那個員工 在我們最關鍵的時候頂了我們一把 你知道這為什麼嗎 我在這裡再說一句話 這個世界沒有不行的男人 也沒有不行的女人 只有不行的配置 什麼神奇 什麼神奇 你們現在體驗不到 你們體驗到了以後 你才會發現 道是真實存在的呀 道是真實不虛的呀 做企業也是一樣 有多少公司 就是因為選錯了一個員工 這個公司 有多少男人就是因為 取錯了一個女的這個家 就 但是有多少公司 是因為選對了一個總經理 這個公司 有多少家庭 是因為選對了一個女人 這個家 來是還是不是 各位 我們在做企業的時候 要用人 一定要用生亡我們的人 員工 有沒有一些公司 是老闆在養員工 員工賺到錢了 老闆沒賺到錢 有沒有這樣的公司 那有沒有這樣的公司 就是員工賺不到錢 但是讓老闆賺了很多錢 有沒有這樣的公司 當然了 還有一些公司 是老闆員工都沒賺到錢 有沒有 那就是員工課老闆嘛 我不是在跟你們開玩笑的 各位這個真的得學 這就是生命能量 這就是生命周期 發現規律以後按規律辦事 就是神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在座的各位 人活在三個層次 第一個叫生存 其實我相信你們能夠來到現場 你們都早已經過了生存的維次了 再往上走叫生活 再往上走叫生命 為什麼現在西方的開悟者 遠遠超過我們東方 就是因為我們華人太勤奮了 我們明明已經可以進入生活的維次了 我們還在生存的維次 還在拼命的賺錢 所以到最後的結果就是 我們離生命這個維度太高了 而美國人不是這樣的 為什麼現在的大多數覺醒者都在外國 都在美國 就是因為他們 早都已經從生存的維次進入了生命 從生命進入生活 所以在座的各位 用生命陪伴生命 用生命點亮生命 用生命幻醒生命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在座的各位 在三維空間 想賺錢太難了 進入四維 你的靈魂層次修行上升了以後 那顯化了點財富 簡直跟一一一樣 叫財商之道 專門解決錢的問題 上完課 你掌握了金錢的運作規律 再賺錢的數一人 經營之道 也專門解決事的問題 這個課程上完以後 你可以把發生在你身上的任何一件壞事 把它變成好事 你可以控制一件事情發生 控制一件事情不發生 控制一件事情往哪個方向發生 而且把你的企業瞬間實現自動化運營 經營企業自動化運營的18個模塊 打造財商自動化運營的五大系統 一旦用上去以後 你的整個人生就完全不一樣了 我們去完以色列以後發現 哇 真的 就是他們有三個核心 他們非常重視教育 他們非常重視教育 這個教育的核心點是什麽 第一 家庭教育 一個孩子長大以後 能否成功用三種教育 第一個叫家庭教育 第二個叫學校教育 第三個叫社會教育 你們告訴我一個孩子長大以後 能否成為社會的精英 還是成為社會的獨流 你覺得這三個教育哪個教育最重要 家庭教育 家庭教育佔了一個孩子成功的70% 這不是我說的 這是聯合國教委說的 那第二個教育就是什麽呢 財商教育 你們無法想像 猶太人從兩歲就開始培養孩子的財商了 那第三個 那就是創新教育 不創新 無寧死 我們今天用的U盤 我們今天用的互聯網 我們今天用的 即時通訊的這種QQ社交軟件 全是猶太人發明的 所以我去完以後我很震撼 周老師今天太感謝你了 你今天講到因緣果報 講到靈魂前的出生前計劃 真的 我以前我非常恨我的前夫 我以前非常恨我的合作夥伴 他們為什麽會騙我 就是在你講這個點的時候 我瞬間療癒了 我覺得真的不是放過了他們 而是放過了我自己 記住一句話 我是一切問題的根源 愛是一切問題的答案 我們很多很多人 遇到這些痛苦的事的時候呢 就想去報復他 報復他到最後是報復不到他的 因為報復到最後是報復你自己 因為他就是你 你就是他 因為這個世界就是你一個人的遊戲 他只是你那個投影而已 那還有一些人呢 是幹嘛呢 想去感化他 那請問能不能感化 就一個好人 能不能感化了一個壞人 能不能 感化不了 就你不管是去報復他 還是要去感化他 焦點都放在了誰的身上 別人的身上 他只是個投影 所以從今天起 要從報復他 感化他 到改變誰 提升誰 你變了他就變了 因為你是投影員 周老師你昨天放那個馬的那個視頻啊 我真的太震撼了 我學懂了 同評共振 要想提升靈魂成績 最快的方法 就是與靈魂成績 比較高的人在一起 要想提升財富 我們就進入一個圈子 這個圈子的財富都比我高 叫跟著億萬賺千萬 跟著千萬賺百萬 來講得好不好 太好了啊 周老師我還沒有找到我的軌道 我不知道我到底要做什麼 把課程聽完 你們人人都能找到自己的軌道 好還是不好 周老師你講到你被騙 你還很興奮 你還想讓他趕快騙你 我覺得你這樣做很反人性 我們人有三性 獸性 人性和神性 我們的獸性 是我們這麼多年 從動物演化變成人類 這是幾萬年 在你身上的原始積累 這叫本能 這叫求生的本能 那麼人性呢 出現才五千年 是被教化出來的 是被教化出來的人義理智性 這兩個都不是真正的你 我們真真真正的我們是什麼 是神性 是那個神性的生命 要順道而為 所以如果你真的聽懂了昨天的課 你就不會認為那是在反人性了 如果你非要說反人性也對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在座的各位 就是我跟你們最大的區別就是 我願意付費 我願意付費 因為付費就是最好的人脈 而且當我願意給他錢的時候 其實倒會給我更多的錢 就是這樣 無財不養到 所以我想告訴大家 大家一定要敢於去付出 當你不敢付錢學習的時候 你內在是匮乏的 你會認為自己沒有 你會認為自己窮 那你這種感覺 宇宙就會讓你更匮乏嗎 所以你要相信你是豐盛的 你是富足的 周老師 昨天你講到那些古代的歷史 非常有犧牲精神 你講到催眼的時候 我泪流滿面 你講到你的故事的時候 你還願意在那裡講它 為我們傳道 你真的也讓我很感動 但是我覺得 仿佛你不是活在現代 你是活在古代 我做不到 我覺得現實生活當中 很少有像你這樣的人 來 周周各位 有聽過陳家庚 知道陳家庚是誰的 舉個手 有聽過林蓮玉先生是誰的 舉個手 有聽過沈穆宇先生是誰的 舉個手 這三個人你們去查一下 他們是馬來西亞新加坡人 陳家庚先生把自己賺來的 所有的錢全部捐給祖國 幫助祖國發動辛亥革命 幫助祖國八年抗戰 然後又把自己所有的錢賣掉 把自己的大廈賣掉 叫陳家庚賣大廈建夏大 今天的廈門大學是他建的 他在中國捐了 將近兩百多所集美小學 這就是陳家庚先生 他不但自己捐 他帶著所有的海外華僑 我們必須要去反撲祖國 就因為他把自己所有的錢全捐了 所以無數的海外華僑 跟他一起給祖國捐款 到最後 就因為這件事得罪了日本人 當日本人侵在馬來西亞以後 對著我們當地的華僑進行屠殺 但是沒有一個華人後悔 這就是陳家庚先生的故事 我剛才講到的第二個人叫林蓮玉 再說各位 你們是在生活在國外 但是你們會說華語 你們所有人都應該感謝這個人 因為如果沒有他 有可能你們現在根本聽不懂我在說什麼 你不會寫漢字 你也不會說漢語 他被稱為我們華人的族魂 他以一己之力把華文教育 變成了馬來西亞所有華人的母語 如果沒有他馬來西亞沒有華文教育 因為他和他的戰友沈穆宇先生的堅持 努力才讓我們馬來西亞人 他能夠從小學習華文 但是這兩個人被剝奪公民身份 被含冤入獄 然後被打 然後被罵 然後被威脅 然後被要脅 那請問他們為了什麼 他們為的是這個民族 他們為的是所有的海外華人 你告訴我們這個世界沒有這樣的人嗎 有啊 它就發生在我們身邊啊 永遠會有這樣的人 不管是過去還是現在還是未來 每到民族危難一定會有人站出來 所以我想告訴我們在座的各位 我為什麽來在海外開課 他們必定會青史留名 所以當林蓮玉先生 離開人世的時候 在馬來西亞無數華人 人山人海去送他 無數華人 哇那真是哭得泪流滿面 他注定是會載入此側的人物 我們很多人會說 哇他太偉大了 離我太遙遠了 你也可以像他一樣偉大 就像周老師講的一樣 有些事總要有人來做 我想告訴我們在座的各位 我為什麽來在海外開課 為什麽 第一幫助海外華人 這是肯定的 為什麽 因為曾經祖國有難 所有的海外華人 那是抛頭羅撒熱血來支持祖國 今天祖國強大了 我希望能夠來報當年之恩 所以我來了 財商具體落地表現形式就兩個 一個是創業 一個是投資 那如何創業 讓我們的企業實現自動化運營 如何創業 能夠讓我們的企業 基業藏青 像那些世界五百強一樣 能夠傳承百年 曾經創業做得很大 他一年也能賺 好幾千萬新幣的 但是為啥 每次 倒了 又創一個業又賺錢了 又倒了 為什麽呢 就是因為沒有系統性的學果 周老師的精英之道來自於兩個東西 一個是羅伯德欽奇先生 羅伯德欽奇先生 研究世界五百強 他去研究通用電器 為什麽可以傳承百年 為什麽風田松夏可以傳承百年 福特為什麽可以傳承百年 他去研究這些企業 他們到底做對了什麽 他把它稱為叫做BI三角形 我把它稱為叫做晶晶晶晶晶晶 那這是第1個來源 那第2個來源是什麽呢 就是周老師自己本人 去到日本精词 去到美國 谷歌 Facebook 然後蘋果 然後去到中國的華為 去到中國的騰訊 去學習 這些世界五百強 那為什麽能夠變成世界五百強 然後把它變成了一整套體系 那麽今天呢 我們會 各位 我先跟你們說一句話吧 你們知道你們最好的老師是誰嗎 當下師為無上師 當下法為無上法 其實你的同行就是你最好的老師 我們做企業 今天不要再閉門造居了 我們遇到的所有問題 其實早都已經有人解決了 甚至它已經形成了科學的方法論 你只需要拿過來用就可以了 我這樣講大家能聽懂嗎 舉個例子 各位 在中國有兩家企業 是非常非常頂級的 一家叫華為 一家叫阿里 那麼華為呢 我也去上過課 我很簡單 華為當年任正非賺到錢的第一件事 就是請IBM去企業裡面 給它做培訓 給它做諮詢 它當年是花了四十個億 各位 四十個億 當年華為一年的利潤也沒有四十個億 那是它創業 那是它創業好多年的存利潤 拿出四十個億請IBM 給它做顧問做諮詢 才有了今天的華為帝國 但是那套東西是完全美國人的 它不適合中國人 它不太適合華人 或者說它很適合那些高精尖的 那些高知識分子能夠接受 而我們普通的中小企業 我們就是泥腿的出身 我們甚至沒有高學歷 我們沒有高認知 所以那套東西 我發現我用在企業裡面的時候很便扭 包括當年華為用的時候也很便扭 用了要近五年時間才做了內化成功 而阿里巴巴不一樣 馬雲跟我們一樣出身 他也沒有資源沒有被定 而他的這套管理系統太牛逼了 馬雲也是將近花了四十多個億 請全球最頂尖的 一會是麦肯西 一會是反正就是把全球最頂尖的 諮詢公司培訓公司 全部請到阿里巴巴去培訓 但是培訓完以後呢 馬雲就覺得這東西不行 落不了地 這是美國人的東西 中國人穿美國鞋子不習慣 後來馬雲就在想 我們能不能自己生發一套 屬於我們中國人自己的 就像那個程咬金的三板斧一樣 咔咔咔砍三下就有用呢 好 馬雲就開始用了整整二十年的時間 打造出了一套最適合華人 最適合中國人的人情世故的那套東西 管理哲學 叫做阿里三板斧 阿里管理三板斧 阿里總裁三板斧 阿里銷售三板斧 就這套東西出來以後 它不是講課程的 這不是個課程 這是它內部的培訓體系 這套東西有了以後 整個阿里就突風猛進 打造出了一支又一支的阿里鐵軍 然後再加上阿里巴巴的企業文化建設 因為在中國曾經的BAT 百度是排第一的 因為那個百度是以營銷為驅動的公司 而騰訊是以技術驅動的公司 而阿里是以文化驅動的公司 所以當馬雲把這套東西整完以後 它發現這個企業太厲害了 從此以後 全中國所有的這些頂級企業 不管是去哪兒 協程 滴滴 美團 拼多多 包括今日頭條 抖音 所有的這些互聯網公司 全部去到馬雲公司去學習 慢慢的 阿里就構建出了一個自己的商學院 那麼以前去馬雲公司學習的 那都要在中國是獨角獸的企業 包括馬雲專門搞了一個湖畔大學 專門賦能中國的民營企業 而像我們這種普通企業 你壓根就沒有資格去阿里優學 但是呢 因為一次機緣巧合 我認識了一個阿里的總裁 所以我先去了 我自己一個人去的 我自己去完以後就震撼了 把鐵軍打造這套方法學過來 我的企業不就變成鐵軍了嗎 把阿里巴巴三盤府弄過來 那我的企業不也開始騰飛了嗎 把阿里巴巴的企業文化學會 那我不就構建出了自己的會城文化嗎 我聽完以後很興奮 今日我是必成 今日是我 是城之日 感恩這美好所有的一切 我很開心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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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想給我 太棒了 就是臘魂 太棒了 就是幸福 太棒了 就是聰明 太棒了 就是救命 太棒了 就是開運 太棒了 就是全心 太棒了 就是愛人 太棒了 為小rosearre 太棒了 今天我會 順順順順順順 今天幸運女神與我相伴 今天机遇女神光临我的生活太棒了 今天是多么美好的一天啊 充满了爱 充满感 充满喜悦 充满财富 充满健康 充满好运 充满让歌 充满和平 还是那句话 在这个世界上 你所听到的 看到的 学到的 都叫知识 知识都是别人的 叫诗人崖慧 而你自己体验到的 误到的才叫做智慧 我想让你们分享 绝对不是为了让你们 重复我说过的话 就是周老师的化工大法的 前三部告诉你们了 为什么第三部叫生发呢 为什么叫生发 因为只有你自己生发的 才是你的 老师是往你大脑 不断地装些什么 叫知识 而大师是让你自己 在内心身底 长出些什么 叫智慧 所以当你们在分享的时候 一定要分享自己 真实的感受 还是那句话 我让你记得笔记 其实都不重要 你自己通过这堂课 你学到了一个点 然后你把它写下来 那个是你的 那个很重要 今天上午 就假如说 听了上午的课程 你们能感受到 原来一切都是道 原来一切都是规律 你看这个世界的 那个状态变了 今天上午的课 你才叫真真正正的学懂 还是那句话 整个世界 每一年有四季 春夏秋冬 有二十四个节气 然后周而复始 换句话讲 我们活在一个 充满了规律的世界 如果没有规律 不可能有科学 也不可能有物理学 那你们知不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那些活得最顶级的那些人 成为各个领域的领袖 成为各个社会的精英 能够成为这个世界的 某一个领域的神 这些所谓的人 我们喜欢用一个字来表示 是什么家 发明家 科学家 音乐家 数学家 物理学家 等等 画家 作家 来 我问你们个问题 这些人为什么可以 成为什么什么家 有人说了 他们在某一个领域 做出了成就 那他们为什么能做出成就 专注 他说专注 这肯定是不对的 究竟上完上午的课 怎么还说专注呢 他发现了某一个领域的规律 他按照那个规律去办事 也就是这个世界 所有的这个家那个家 他都是在某一个领域 找到了规律 而且按那个规律去办事 按那个规律去办事 他叫顺道而行 叫顺道而为 叫顺流而下 当你和道以后 叫天父 叫天赐 但是如果说 你背道 你违背规律 不好意思 你要遭天谴的 这一句话可能不好听 但是这句话 如果你们能听懂 我让你们瞬间醒来 那就是如果你此时此刻 正在经历病痛 贫穷 痛苦 等等这样的东西 在折磨你 我想送给你一句话 你 正在照天谴 大家能听懂得说说吗 我这个行业 今年才是我做的十二年 就对于他们来讲 我曾经 我是后来者 那为什么我变成 后来者聚丧了呢 就像那个 就像那个 我以前我听不懂啊 就是以前 我就不说名字了吧 就跟你们说一个 能说的吧 比如说孙子 孙子兵法 他讲到就是 两个人对异 两个人对战 其实比的就是 谁不犯错 那时候我听不懂 但是现在我听懂了 你们听懂了吗 比的谁不犯错 指的就是 这个人如果没有合道 他不可能成功 这个人如果没有合道 他不可能成为帝王 这个人没有合道 他不可能成为一个将领 他肯定是曾经 做了一些事是合道了 他才能拉起一支队伍 我们两军队里 比的就是谁不犯错 谁不犯错指的就是 咱只要不被盗 敌人被盗了 敌人就会遭天谴 敌人就会死 敌人死了 我们这样就赢了 大家能听懂 再说什么吗 就是你们知不知道 修道修道一定程度以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世界普通人士 遇到事以后就怕 就躲 那个困难就变成了灾难 高手就是我不害怕 我愿意承担 我愿意为我做的 所有的一切去承担责任 那领袖是什么 领袖就是 我出现事了 我不怕事 我还能把事给平了 但是你知道最顶级的那些修行者 那些所谓的圣贤 他们是可以做到 我可以让这件事发生 也可以让这件事不发生 我可以让这件事发生 并且能够控制这件事情发生的走向 我可以控制它 是往好了方向发生 还是向坏了那个方向发生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举个手 也就是当你有一天雨到河了 你是可以控制任何一件事情的走向的 你可以把发生在你身上的所有的事 都变成好事 来 这样好不好 这样好不好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就是为什么 那个孙子兵法里面还有一篇 它讲的是个什么道理呢 就是我不出手则已 我一出手一定必胜 你知道为什么他能必胜吗 因为在他知道他出手 没有必胜的把握的时候 他选择不出手 你们知不知道 曾经的秦国有一个最牛逼的人 他一战打败了赵国 坑杀赵国四十万 这个人叫白起 都听过吧 秦国有一个将领叫白起 你们都知道白起灭了赵国以后 后来他是被秦王给砍了脑袋的 他为什么会被秦王砍了脑袋呢 因为灭完赵四十万人 秦王又让他去打另外一场仗 而这场仗他不想打 他告诉秦王这个仗不能打 打了必败 但是秦王就说必须打 而且我要派你去打 他说那我不去 称病在家 皇帝说你不去 就是违反我将领 我把你杀了 那你杀我也不去 就在看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以前我是不了解的 我是不理解 我是无法接受 为什么他宁可死 都不愿意这次上战场 就是当我有一天得到以后 我明白了 为什么 你们说为什么 他宁可死也不打这场仗 为什么 为什么 没有把握 他不是没有把握 是他知道打这场仗必败 就是他知道 我作为一个将领 我要的是什么 我要的就是百战百胜 一个将领 为什么可以百战百胜 因为他败的时候 他不出手 他不打 你能听懂吗 这就是高手 当然了 我跟你们讲的 这是一个比较极端的案例 那实际上 当然了 他只是在某一个领域得到了 他在更高的领域没有得到 再直接一点 他的道是在战场 而不是在庙堂 如果他是一个完全得到的人 他可以在战场上得到 他依然可以在庙堂上得到 他可以不打败 让自己成为长生将军 他亦可以让皇帝 在庙堂上不杀他 这才叫高手 能听懂再说说吗 这位各位 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都在做事 有人做企业 有人做音乐 有人做风水 有人在讲课 但是我想告诉大家 我把这个世界上 能分成三种境界的人 有人靠讲课 就是在赚钱 有人靠 做互联网 就是在赚钱 有人靠给别人看风水 改名字就是在赚钱 这是太low了 你知道吗 而你们大多数 都在这个维度 那比这个境界 更高一点的是什么呢 把这件事 当成了自己的事业 把这件事 当成了自己的使命 自己的生命 与这件事合一了 就如果不让我讲课 我宁可去死 无比的爱好 无比的热爱 就像科比热爱篮球一样 已经把事业 当成了自己生活的一部分 这是第二境界 那你知道最高境界是什么吗 做事业的最高境界 不是把它当成事业来做 是把它当成神业来做 能听到什么叫神业吗 能听到什么叫神业吗 只是为了赚钱叫商业 把它当成事业来做 毕生的使命叫事业 再往上叫神业 神业是什么意思 就是我不是在讲课 我都在借讲课这件事修行 能听懂吗 就是有人是给别人 看风水是赚点钱 有人是把当风水师 当成了这一辈子的使命 他觉得我生下来 就是为了干这件事 而还有一些就是 我把风水当成了修行 以风水入道 通过这件事让自己修成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就为什么一定要让你修行呢 就像今天有一个同学说 周老师你讲的东西我都听不懂 因为我今年就十二岁 非常好 你是最棒的 十二岁的孩子在哪儿啊 你听不懂你就继续在这儿泡着 就泡着泡着 泡到第四天 你可能就通了 那不开玩笑啊 汉朝有一个人叫桑红阳 十二岁当了宰相 当了大汉王朝的宰相 什么概念 为什么他的国号 成为了一个民族永远的名字 为什么他给了一个民族 挺麻千秋的自信 为什么我们都是汉族 对不对 我们汉族是谁给了我们这个民族 就是汉武帝 汉武帝为什么那么牛逼 就是因为 他可以用一个十八岁的 获取病来做飘旗将军 他可以用一个十三岁的小孩 桑红阳来做宰相 跟年龄没有关系 醒了就是醒了 觉醒了就是觉醒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还是那句话 听不懂更要听 就是穷人思维是 听不懂 算了我不听了 就是你知道我当年去听一个老师的课 我就觉得我听不懂 所以我报了他所有的课 因为我觉得他肯定比我高 我太低了 所以我听不懂 我更要听 我听第一遍听不懂 我听两遍 三遍 四遍 五遍 直到听懂为止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 举手来 这句能听懂的 所以很正常 我希望我们所有的家人们 就是上完周老师的课以后 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呢 就是你看什么都是规律 看什么都是规律 把孩子培养成领袖 是有规律可循的 去找到那个背后的规律 把夫妻感情经营好 是有规律可循的 把家庭经营好 是有规律可循的 让自己父母长寿开心 是有规律可循的 让自己每天健康 无疾二终 是有规律可循的 就万事万物都是规律 都是道 皆是道 就当你进入 这种状态的时候 那叫开悟的前兆 突然有一天 你触摸到了 某一个领域的规律 你就得到了 所以我们通过 以周老师的课程为法身 我们讲钱 不是为了讲钱 是为了讲 钱背后的那种道 那个规律 然后通过 以财入道 让你们通过 创造财富 而得道 你们说这样好 还是不好 但是在正式讲课之前 我跟今天上午说了 佛主有三不教 无缘者不渡 无愿者不渡 无信者不渡 不是他不渡 是他渡不了 我还是那句话 你们能坐在这 证明咱们有缘 既然咱们有缘 咱们要不要珍惜这个缘分 能不能坐在这睡觉 能不能停了一半跑了 不能来回走动了 能不能做到 第二 无愿者不渡 能不能给我生起一个月 什么不能呢 能不能生起一个月 我要成为圣贤 我要觉醒 能不能生起这个月 能不能 来 无信者不渡 还是那句话 相信我 你又没损失 万一你成功了呢 对 还是不对 佛主有三不渡 周三不教 不是君子不教 不是孝子不教 不是行子不教 不教不是我不想教 是我教不了 不是君子不教 我以前我不明白 为什么孔子教弟子 有一半的时间 在教他的弟子怎么做人 在教他的弟子 如何做君子 你为啥不直接上干货呢 我总是在这么想 你直接上干货呗 但是后来 我做培训做了十二年 我终于发现了 孔子的智慧 我们都想赚钱 钱的背后是事 把事做好了 才能赚到钱 而事的背后是人 把人做好了 才有可能把事做好 你知道吗 我发现跟我学习的 有很多很多人 他真的是通过 跟我学完以后 赚了很多钱 但是过了两年以后 又破产了 甚至混得比以前还差 甚至坐监狱了 但是有一部分 他真的就是越来越好了 你知道这两个 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吗 就是这个人 到底是个君子 还是个小人 再说各位 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都说了 离到越近越健康 离到越近越幸福 离到越近越有钱 对不对 那是什么东西 让你离到越来越近 或者说是什么东西 让你离到越来越远 我们用佛家的话来讲 福报 是真实存在的 福报多了 你就会离到越来越近 业障 也是真实存在的 业障多了 就会让你离到越来越远 他跟我学了将近有四年 他都没有赚到钱 这是以前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我的课程是很落地的 然后呢 我就跟他聊 我说你讲一讲 你到底做过什么缺德事 你跟我好好说 你跟我说实话 他说 我打过胎 我说你打过几个 他说我打过十二个 现在他生不出孩子 然后呢 老公跟他离婚 然后身体一塌糊涂 然后事业一塌糊涂 我还是那句话 出来婚姚环的 我们每一个人 说的每一句话 想的每一个念 做的每一个事 都决定了 这件事是福报还是业障 都决定了 你在离到越来越近 还是在离到越来越远 离到越近越健康 离到越近越有钱 离到越近越幸福 离到越远越生病 离到越远越贫穷 离到越远越倒霉 那我们是想离到越来越近 还是想离到越来越远呢 想离到越来越近 我送你们四个字 咱们老祖宗说 天道愁勤 对不对 实际上不对 那是被别人改了道德经 改成天道愁勤了 那是不对的 如果天道愁勤的话 最有钱应该是农民工 应该是我爸跟我妈 看来不对嘛 天道愁什么 天道愁散 善良的那个善 把它写下来 天道愁散 我说要想成为一个圣贤 要有四颗心 第一颗心是什么心 还记得吗 感恩之心 对不对 要感恩我们的父母 要感恩我们的国家 要感恩我们的民主 要感恩你认识的每一个人 对不对 我今天告诉你第二颗心 叫赐子之心 如果你问我说 周老师 你是如何从一个 普通的少年到今天 我就跟你说四个字 赐子之心 就不管别人怎么对我 我永远用这颗赐子之心 对别人 我这颗赐子之心 就是王阳明先生讲的那个 在王阳明即将死去的时候 他的弟子就去到他病床前 你再跟我讲讲呗 王阳明说还讲啥呀 讲 非要讲的话 最后八个字 此心光明 亦附何言 什么叫此心光明 你知道吗 此心光明就是 你今天说的每一句话 生起的每一个念 做的每一个动作 你不要认为别人不知道 叫人在做 天在看 我对得起天对得起地 中间对得起黎明百姓 对得起我生命当中 遇到的每一个人 这叫慈心光明 所以咱们华人有一个习俗 就是人死了以后 得用白布把脸遮住 你知道这是为啥吗 因为你生前做过很多 缺德上良性的事 你无言面对老天爷 把脸遮住 但是王阳明跟他的弟子说 我死以后不允许白布遮灭 他的弟子大获不解 后来大弟子跑过来奔商 看到师父这个遗训 就马上就懂了 在他的师父那个花圈上 提了个腕帘 自信平生无愧事 死后方感对晴天 就是我们的师父 已经自信到 自信平生无愧事 他死生没有干过一件 对不起天 对不起地 对不起皇上 对不起黎明百姓的事 所以死后方感对晴天 这句话有没有力量 这就是此心光明 这就是第二颗心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我希望大家如果想好 从今天起 你记住 所思 所言 所行 就是一台3D打印机 它在打印你的人生 打印你的生命 你想让自己变得更好 生起的每一念 都要把它变成善念 说的每一句话 都把它变成善语 做的每一件事 都把它变成善行 能听懂吗 你们知不知道 一句话有可能 害死一个人 但是一句话 有可能帮助一个人 就你知道吗 你不经意的一句话 就有可能害死一个人 你害死的那一个人 那一个人 对某个人来讲 可能就是全世界 你知道吗 你可能在不经意之间 你的一句话 你的一个动作 就毁灭了整个全世界 被网暴致死的 在中国还有一个案例 就是因为这个人 被网暴致死了 他全家全死了 全自杀了 但是你知不知道 你的一句话 也可以救一个人 你知道 在互联网上 有多少人 他负债 几百万 几千万 然后呢 信用卡预期 马上变成黑户 他很痛苦 他人生已经不想活了 在自杀的边缘 他突然刷短视频 刷到了周老师 周老师 马上就跳出来 跟他讲了一句话 所有大策大乌的人 都曾经历过 无要可救 心不死则道不生 人的末路 就是神的开端 倘若冲突末路 那便失足破路 如果你的人生 已经走到谷底了 往哪走 都是下杀 你知道我这一个段子 救了多少人吗 在上海 疫情封城的那几个月 有一个企业家 因为封城 房租要继续付 员工工资继续付 瞬间从一个千万富豪 到负债几千万 他是走在楼顶 要跳楼的 打开手机 想给他们家人 发最后一个信息 拍最后一条抖音 突然一划 刷到了周老师 就因为这一句话 他正要跳楼 他说人的末路 就是神的开端 这句话太有力量了 那证明我也快成神了呀 你的人生走到谷底了 往哪走都是向上 对呀 我都到谷底了 脾级太来呀 把周老师 所有的视频全刷完 连续刷了三个小时 手机刷没电了 这哥们直接刷觉醒了 用了半年时间 重新东山再起 不但还清了所有的负债 还成为了亿万富豪 就因为刷了一条短视频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一句话 有可能害死一个人 害死一个人 这个人可能对某一个人来讲 就是全世界 你可能一瞬间 一句话就毁灭了全世界 但是你的一句话 有可能救一个人 而你救了这个人 你知道吗 有可能救了一个人的全世界 是还是不是 所以为什么周老师 能越来越好 因为我每天都在救人 我每天只做 有福报的事 所以从今天起 你们是要继续 离到越来越远 还是要离到越来越近 正在周老师讲课的时候 你马上升起一个念头 我靠周老师讲得真好 但是是不是想成交我 这一念升起 你的福报 第一 你为啥不能升个 更好的念 哇 这句话讲得太好了 就同样是升起这个念 第一 加一千分 你说你升起个恶念就算了吧 对不对 你还跟别人讲 对不对 别人要报课 你还跟别人讲 不要报 课太贵了 这句话一说出来 你的福报存折 第一 你的所思 你的所言 你的所行 就证明了你是君子 还是小人 君子 就与道合了 叫合道天成 天父 天赐 你做的这个动作 是个小人行径 小人 就是在背道二位 等着你的 只有一个 天赐 君子如玉 喜不喜欢玉啊 搞个玉扳 戴手上好不好看 戴个玉配 好不好看 戴个玉手镯 好不好看 好不好看 叫君子如玉 小人如躯啊 我见过很多人 把玉戴在身上 有没有人把躯 玉戴在身上的 啊 来万说 给他们放几个玉 看一看 来喜不喜欢玉 喜不喜欢玉 这玉好不好看 戴身上 君子如玉 为啥 孔子让他的弟子 每个人戴个玉 时时刻刻警惕自己 我要当君子 啊 因为君子和道 天赐 天赐 好继续 万说 小人如躯 把玉戴身上 有没有人把躯戴身上 来 不知道啥是躯 万松他们不知道啥是躯 给他们放一下 这是躯 有人说啊 好恶心呀 你都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你在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有没有想过 你曾经有没有干过躯干的事呢 很多人其实干过 把这句话写上 君子如玉 小人如躯 君子和道 和道而天成 天赋 天赐 小人如躯 躯者背道也 天天 所以 万松你把他打出来 打出字 他们不会写 上面有是吧 有人说 周老师好恶心 你别跟我放这个了 其实这个世界 很多人都在成为这样的人 他自己都是小人 他自己都不知之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看似眼前的利益 让他赚钱了 实际上 整个家族的人生全毁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 一个女人 就是真的 女的嫁错男的 这辈子毁了 男的娶错女的 祖宗三代都毁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还是那句话 咱们都觉得躯恶心 但是咱不要不经意之间 就做了躯做的事 咱就成了躯 咱就成了别人的小人 好还是不好 所以非君子不教 非孝子不教 就听我的课 如果你不孝顺 不好意思 我帮不到你 我们都说了 和道天成 天父天赐 想和道吗 想不想和道 怎么和道 我不知道你们这儿有没有 咱们华人 一般情况下都会有 就很多人说 咱们华人没有信仰 其实华人是全世界最有信仰的人 咱们信仰的是啥 天地君亲师 每个家里面都有这个牌位 天地君亲师 为什么要天地君亲师 咱不说其他 咱就说一个字 亲 父母是根 是树根 你想让这个树开花 结果 结果你不往那个根上浇水施肥 那个根枯萎了 你这个树不也死了吗 总是出去拜佛 总是出去做慈善 你最应该拜的佛就是你父母 不孝孙父母的人 他不可能成为有钱人 我的很多的学生 全都是最有钱的人 包括我周老师 跑遍整个世界 我发现泰国的首富 新加坡的首富 马来西亚的首富 各个国家的首富 全是大孝子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还是那个字 真的就是孝王 这个在三四年前 我来马来西亚讲课 有一个学生 就是咱们马来西亚 最出名的一家公司 应该是新加坡排行 前八的富豪吧 做墓地的 有人知道吧 我跟他老板在一起聊 我说你是怎么样赚到钱的 他说我以前也没有钱 他说我岳父死了 我岳父生前是个很斯文的人 很有身份的人 我希望给我岳父 找一个好的归所 他说我跑遍整个新加坡 跑遍整个马来西亚 跑遍整个东南亚 我发现没有一个墓地 能够配得上我老丈人 既然没有 不如我干这件事 他就开始干墓地了 是他对他老丈人的孝顺 让他进入了他的轨道 他一旦进入轨道以后 就势如破竹 犹如神柱 然后变成了整个东南亚 最大的墓地集团 就是我去过他的那个墓地 太牛逼了 咱们吉隆坡也有 你看似一个超高级的 甲级物业 以为是个写字楼 一进去 五星级酒店 结果再进去 墓地 你进去一个园林 你以为是个旅游景点 跟圆明园差不多 一进去 墓地 太厉害了 全地球的墓地 就是他家做的最漂亮 为啥人家做这个 能够做到行业第一 那他为什么能找到 他的轨道呢 你为什么找不到 你的轨道呢 因为你不笑啊 笑很重要 笑是一种力量 是一种原动力 所以要不要笑成老人 每一年 过年都要 在家里给老人跪拜 磕头 然后一年给压岁钱 五十多岁了 他说 我在没有跟你学习之前 我每一年 给我父母两百块钱 经常跟我父母打骂 我自己企业 做了一塌糊涂 婚姻一塌糊涂 我跟你学完以后 我学会了校村父母 我现在 我爸过年 然后我给两三万 三四万 他们过生日 两三万三四万 我每一年平均 就少给二三十万 然后陪他们聊天 然后带他们一起来上课 就他妈都已经八十多了 学习我的直播 已经直播三年了 每天直播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今天在座的各位 他说周老师 你知道吗 我在没有跟你学习之前 我从来没有给父母磕过头 我不知道咱们这里 有没有这个习俗了 就是每到大年初一 给父母拜年 你们还有这个习俗吗 没了 争丢了 我教你们一个方法 让你们财运 随年来年翻三倍 好不好 就过年的时候 给你父母磕个头 不是开玩笑者的 各位 真不是给你开玩笑 所以不孝者不教 那最后一个 不是行子不教 什么是行子啊 行子听不懂叫行者 孙行者 孙大圣 就孙悟空 为什么叫他孙行者 因为他是整个西游团队里 行动力最强的人 有没有发现 上天入地 也就是很多人 他光听课 听完不行动 这种人能不能帮他 帮不了 把这三句话写上 非君子者不教 非孝子者不教 非行子者不教 当你们成为一个君子 所思所言所行 都是君子之风 当你成为一个大孝子 对得起自己的父母 然后当你成为一个行子 行动力超强 我告诉你 在结合上说的课 你们每个人都可以成功 白板上来 听到这儿能不能给自己做个决定 我从今天起 要做一个君子 我从今天起 要做一个孝子 我从今天起 要做一个行子 能不能给自己做个决定 能做到 我就正式开始教了 今天有一个人上我的课程 学到了一个点 今天有一个人上我的课 学到了两个点 两个点连成了一条线 今天有一个人上我的课 学到了四个点 四个点连成了一条线 连成了一个面 这是零围 这是一围 这是二围 为什么周老师的课 喜欢用金字塔来表示呢 因为金字塔是八面 有无数个面 这叫三围 围度与围度的关系是 一围是二围的投影 二围是三围的投影 三围是四围的投影 想象一下 就是一围的这条线 你不管让谁画 都没有所谓的美感 但是如果说 你画一幅平面的画 那就会很美 那你画一个山水画 再美都不如去看 真真正正的山水美 也就是生命美多一围 你的生命就美无穷碑 而且围度与围度的关系 是一围是二围的投影 二围是三围的投影 那请问三围是几围的投影 对 三围是四围的投影 我们要想让自己的 三围生活变得好 我们要进入四围 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 在三围空间遇到的问题 想用三围空间的智慧去解决 这是一张 我拿张白纸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这是一张白纸 这张白纸 如果说我们现在 这个白纸上 飞着 在上面爬了一只蚂蚁 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蚂蚁是二围生物 它是没有高低这个概念的 它只有前后左右 它是平面四围 如果这个时候 突然有一只苍蝇 飞到了这个纸上 对于蚂蚁的视角来讲 这个苍蝇是凭空出现的 对于蚂蚁的视角来讲 苍蝇是凭空消失的 又飞过来了 又飞走了 蚂蚁就直接跪了 这是神啊 大家能听懂吗 你今天让一只蚂蚁 从A点到B点 只给它一秒钟的时间 没有一只蚂蚁能做到 因为最快的这条直线 它也得爬个三十秒 但是对于我们人类来讲 只需要做一个动作 蚂蚁瞬间从A点到B点 蚂蚁就懵了 怎么回事 穿越了 在蚂蚁里面最聪明的蚂蚁 它们被称为科学家 它说这叫时空扭曲 来 这是A点 这是B点 我们又想让蚂蚁 从这个A点爬到这个B点 它爬了爬更久 一秒钟就让它做到 它做不到 但是我们人类只需要做个动作 在上面戳个洞 蚂蚁瞬间从A点到B点 这个时候蚂蚁又蒙拳了 怎么回事啊 蚂蚁里面最聪明的蚂蚁 被称为科学家 它们研究以后发现说 这叫宠洞 可以穿越时空 想象一下 来 所有人 做三个深呼吸 也就是你的意识 是可以没有时间的概念 可以随时穿梭的 没有时空概念 随时可以穿梭的 你今天碰到的所有问题 都只是 你今天在三维空间 看到的所有像 都只是你意识的一个投影而已 大家能听着来说说吗 是假的 你想解决这个投影很简单 要去投影员上 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我再问你个问题 来 所有人睁开眼看我 我们以前开车的时候 是不是经常会迷路啊 导航被发明出来以后 是不是十个人都可以学会开车了 而且那个导航 能告诉我们哪里堵 哪里不堵 来 你告诉我是谁看见了 是导航看见了吗 是你的手机看见了吗 是在天上的卫星看见了 哪条路堵 哪条路不堵 来 告诉我是还是不是 换句话讲 就是在三维空间遇到的问题 如果站在四维空间 瞬间那个问题就解决了 还是那句话 手是三维 头到这个影子上就有一个影子 你们可以自己把你们的手 放到桌子上 是不是有一个影子 那个影子是不是二维 你不想看到这个影子 你把桌子砸了都没有用 你只需要把手一收 这个影子就消失了 要在投影员上做文章 大家能听懂吗 你今天看了一场电影 这个电影播这个电影 你不喜欢看 你看得好无聊 你在那骂打 你把屏幕砸了都没有用 只需要干一件事 去换个影片就可以了 对还是不对 所以在座的各位 围次 围度 你们要升围 我要把你们从三维空间 拉到四维 拉到五维 拉到六维 拉到七维 拉到八维 拉到九维 长江商学院是李嘉诚创立的 在中国有很多企业家 都是他的学生 马云 冯伦 史玉柱 潘石屹 他们在思考一个问题 我们的校长 为什么能够变成首富 因为你们都知道 中国的首富是 几乎是每一年换一下 每一年换一下 今天是首富 明天就有可能变成首富 负债的富 那为啥李嘉诚可以 永远做首富呢 咱们去采访采访李嘉诚 那问问校长吧 就去李嘉诚家了 以为李嘉诚会给他们 长篇纳论讲半天 结果李嘉诚只讲了一句话 用粤语讲了一遍 然后用普通话讲了一遍 用英文讲了一遍 讲完以后说 你们走吧 这就是我的秘诀 你们想知道 李嘉诚说 他成为首富的 秘诀是什么 你们想知道吗 建立自我 追求无我 讲完了 什么叫建立自我 什么叫建立自我 你们觉得什么叫建立自我 你觉得什么叫建立自我 你有自我吗 不知道 你不知道 什么叫建立自我 什么叫建立自我 老板来这里听课 学到一个方法 学到一句话 老板学习的唯一目的是 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 独立运行的思维意识体系 当你一旦有了一套属于自己的 独立运行的思维意识体系的时候 你就成为领袖了 想象一下飞机 好像失事了 降在一个荒岛上 有亿万富豪 有机长 有政客 他们一定会选一个人做领袖 带他们重返人间 请问会选谁 会选最有钱的 最有学历的 年龄最大的 会选谁 来做这帮人领袖 会选所有人都惊慌失措 都懵了 都不知道该咋办的时候 有一个人说 来跟我走 我带你们重返人间 能听懂吗 这个乖 为啥只有那么几个老大呢 因为每当帮派发生危机的时候 只有老大知道如何做 如何能够带领大家解除危机 他有一套自己的独立思考体系 再直接一点吧 就是这个世界有两种人 97%的人跟3%的人 97%的人叫人云亦云 叫羊群效应 叫乌合之众 在学校听老师的话 娶个老婆听着老婆的话 生孩子听着孩子的话 有了孙子以后听孙子的话 来你告诉我 大多数人是不是这样的 如果我讲这套 独立运行的思维师体系 你听不懂的话 我再给你讲一个例子 我强烈建议你们看一本书 这本书叫《硅谷超级家长课》 这本书是 你们都知道马斯克吧 世界首富马斯克 是怎么被培养出来的 就是用这本书里的方法 《硅谷超级家长课》 这个人 写这本书的这个人是个犹太人 她是马斯克妈妈的闺蜜 梅耶马斯克的闺蜜 她培养了三个孩子 这三个孩子其中有一个 是谷歌教母 是谷歌的创始人之一 还有一个 做了一家生物科技公司上市 还有一个是生物学博士 在非洲 这个公益的救人 就是她三个孩子 一个比一个成功 牛不牛逼 她是怎么样把这三个孩子 都培养成领袖了呢 来 这段故事很重要 很精彩 她说在我们犹太人的家庭里面 有一个核心点 培养孩子 最重要的一个核心 就是要培养孩子 独立思考能力 如果那个建立自我 你们听不懂的话 你就把它简单理解成 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 你们知道 一个人有独立思考能力 跟一个人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是两种人生啊 但是你知不知道 这个妈妈 为了建立一套 属于自己的独立思考能力 是用死亡为代价才学会的 她出生在一个犹太家庭 她是一个女儿 她出生以后有了一个弟弟 然后又有一个弟弟 她的小弟弟 在学会爬的时候 有一天在家里面 一不小心 把那个装着 阿斯匹林片的那个药瓶给打碎了 她以为那是糖豆 就把那个药当糖豆吃 吃完以后就口头白沫 她第一时间发现就找她妈 说妈妈 弟弟口头白沫 可能是吃了这个药了 她爸不在家 她妈妈又是个不识字的 普通农村妇女 她妈就很着急呀 然后她就说 妈妈咱们把弟弟赶快 赶快送到医院吧 她说你别着急 我想想 她妈妈想了二十分钟 说这样我们先给医院打个电话吧 给医院打电话 接电话 那个小镇的那个护士呢 刚好就知道他们家没有钱 就说了 你先观察观察吧 知道他们家没有钱 你来了还要挂号 还要收费 她妈妈就等了半个小时 在这期间 这个大女儿 最少三次跟她妈说 要把弟弟送到医院 但她弟弟都没有听她的 还打她了一顿 说你别管 跟她先喝水 先观察一下 直到半个小时以后 她的弟弟就眼睛都翻白眼了 她的妈妈才把她的弟弟带到医院 带到医院以后 医生就把她放到了那个急诊室 医生从急诊室出来了 你只要再来十分钟 这个孩子我就能救活 她的弟弟死了 一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死了 又过了两年 有一天正在家里面玩 突然她发现她有点晕 她的二弟也说有点晕 她的妈妈也有点感觉晕 然后呢 这个小女儿就带着她的弟弟 走出了家门 她妈妈说 你这样不能走出家门 你在床上待着 我去叫人看看怎么回事 她妈妈把这个大女儿 带到了房间 让她上床 给她盖好被子 抱着她的那个二儿子 去找人去了 半个小时 她妈妈都没有回来 这个小女孩就在床上待着 但是她就觉得越呆越难受 头晕 感觉都要晕倒了 喘不过气 她本想出去 让她听到妈妈的话 在床上我待着 等我 但是她的本能啊 求生欲的那个本能 战胜了她妈妈 跟她说的那个话 她是爬出家门的 当她爬出家门的时候 让她呼吸到新鲜空气的时候 感觉到好多了 半个小时以后 她的妈妈才回家 带了一个人 去了家里一检查 瓦斯泄露 就是煤气中毒 就如果说 她这一次 如果再听她妈妈的 而不是听自己的本能 她会跟她三弟一起 离开人世 从那天起 这个小女孩 学到了人生当中 最宝贵的一课 叫做一个人 如果没有独立思考能力 人云亦云 这个人死都不知道 自己怎么死的 那个独立自我 接下来 周老师会把我的思维模型 给你们拆开 让你们触摸 我的思维路径 把我的思维模型 给到你们 让你们建立一套 属于你们自己的思考模型 好孩子不好 所以如何培养孩子 独立自主的能力 就是培养孩子 出现问题以后 自己去解决 让他靠自己去解决 这个问题的思维 大家能听懂吗 你们有没有发现 人活着 其实就是在解决 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小时候你不让孩子 去面对那些问题 家长帮他承担了一切 长大以后 却让孩子独自 面对这个世界 因为我们跟孩子之间 一定是一场 必定会分手的旅程 所以培养孩子 最重要的就是 培养孩子 解决问题的能力 当你有了一套 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 才能称得上 你是一个有自我的人 很多人根本就没有我 然后再追求无我 链接高我 活出那个真真正的 那个神性生命版本的你 好 我们来看看 中文的思维模型 白板上来 就是你们来到这儿 要听课对吧 你们来到这儿 为什么要听课 一定是遇到问题了 那我的课程 是怎么开发出来的呢 就是这张图 你们遇到什么问题了 回来听课呢 有人说了 周老师我赚不到钱呀 周老师我做项目 做一个赔一个呀 周老师我公司员工 招不来人呀 周老师我公司 产品卖不出去呀 周老师我公司 员工背叛我呀 就你们说的所有问题 在我看来都不是 真正的问题 我把问题分为两种 一种叫外围 一种叫核心 赚不到钱 因为你没有搞懂 钱的运作规律 做事做不成 因为你没有搞懂 一个事物发展的规律 这个世界没有卖不出的产品 只有卖不出产品的 人 你没有搞懂人的规律 所以你驾驭不了人 员工会背叛你 因为你在驾驭这个人 而驾驭员工的最高境界 不是驾驭员工这个人 而是驾驭员工人 背后的那个魂 如何解决你们钱的问题 周老师生发了一个课 这个课的名字叫做 财商之道 四天四夜 上完这个课程以后 在钱上你们又困惑了 你搞懂了今天的运作规律 你搞懂了什么叫 什么叫白手起家 你学会了这个课程以后 你会发现赚钱 是这个世界上最简单的事情 拿走你的所有一切 一个月以后 你再次变成富豪 那如何解决事的问题呢 经营之道 经营之道乃经营世间万物之规律 如何经营好自己的家庭 如何经营好自己的事业 如何让自己的企业自动化运营 如何老板解放企业重生 能够让你赚到必动输入 这个课程上完以后 任何人的企业都可以自动化运营 这个辈子你遇到再多的事 你都能够游人游余地去解决它 你可以控制一件事情发生 或者不发生 你可以控制一件事往哪个方向发生 是往好的方向发生 还是往坏的方向发生 来 如何搞定人呢 演说之道 你记住 老板就是企业的第一产品 你能把自己卖给多少人 你就能成为多大的事业 你能把自己能力复制给多少员工 你就能成为多大的事业 所以老板必须要学会演说 你会发现马云 比尔盖茨 马斯克 乔布斯 一个比一个会演说 来告诉我 是不是 财商知道什么是财商 写上 创造财富和驾驭财富的能力 慢说 打文字 写 人有三商 智商 情商 财商 智商 教的是做事的学问 写上 做事 情商 教的是做人的学问 箭头 做人 财商 教的是 写 布局 布局的学问 智商让你聪明 不能让你富有 情商让你学会为钱工作 便能钱的奴隶 只有财商 才让你成为钱的主人 当你一旦学会财商以后 你整个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 做事 做到极致 不过就是优秀嘛 做人 做到极致 不过就是卓越嘛 但是布局 布到极致 那就是辉煌 你要想让自己人生 能够走向辉煌 你一定要拥有财商 要不然 你的整个人生 永远是最低的 最低维持的 来写上 画一张图在本上 这个世界有四种人 E S B I 在金钱的世界有四种人 E 雇员 一辈子为别人工作 要钱没钱 要时间没时间 S 小老板 自由职业者 干就有钱 不干就没钱 别人是为你工作 你是为自己工作 反正都要工作 所以 你也没时间没钱 E和S 写上 百分之九十七的人 不管怎么努力值 拥有一种收入 叫做主动收入 B和I 他们可以创造第二种收入 百分之三的人 是在BI现象 写上 叫被动收入 什么叫主动收入 写上 工资收入 劳动收入 干就有 不干就没有 那什么叫 被动收入呢 比如说 你公司的分红 你买的房子 租出去 房租 不需要你工作 钱到你口袋 叫被动收入 智商 是教你如何 做雇员的学问 情商 最多是教你如何 做小老板的学问 只有财商 是教你如何 做企业家 和投资家的学问 ESBA 新纪录四乡线 把这个世界上 分为四种人 那就是 雇员 小老板 自由职业者 企业家 跟投资家 换句话讲 要想实现财富自由 其实我们只有两条路 可以走 第一条 创业成为 企业家 第二条 投资成为 投资家 你们都羡慕马斯克 都羡慕马云 都羡慕这些 顶级的富豪 那请问 他们跟你们 最大的区别是啥呢 请问马云最开始 是不是也跟我们 一样在做雇员 在打工 是不是 马斯克也一样 乔布斯也一样 但是 他们牛逼就牛逼在 我们是在一个项线 一待就待了一辈子 而他们是从 一项线变成了 S项线 自己创业去了 我们在一个 S项线 当小老板 一当就当了一辈子 但是他们呢 想方设法 从S项线到B项线 S和B最大的区别 是什么 老板离开企业 一年企业就倒闭了 S 老板离开企业 一年企业做得更大了 更好了 B S跟B最大的区别 两个字叫系统 你的企业没有系统 就无法自动化运营 你的企业无法 自动化运营 你的企业就不是 你的资产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马云曾经是个老师 做雇员的 乔布斯 这个包括李嘉诚 以前也是个普通的员工 在酒店做跑堂的 也是个雇员 但是慢慢地 从E到S 从B到I 很多人会觉得 创业好难 投资很难 创业难 投资难 是因为你没有掌握 创业跟投资的规律 你没有掌握规律 是因为你没有学 怎么学习 你找一个掌握了 创业规律的人 教你 你也掌握创业规律了 不就行了吗 来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句子 再直接一点 如果你非要问我 你说周老师 财商到底教了你啥 让你命运改变了 财商教了我 第一个东西 他给了我一个东西 你知道吗 那个东西叫做梦想 当你有一个红颜的梦想 你就可以吸引 无数个没有梦想的人 和梦想比你小的人 来为你工作 来帮你实现你的梦想 财商给了我一个梦想 这个梦想就是写上 财务自由 我以前没有这个梦想 我以前是个没有梦想的人 跟你们一样 想的就是 找个工作啊 赚点钱啊 找个老婆啊 生个孩子啊 就这样咯 但是我学完财商以后 我生起了梦想 我要实现财富自由 那什么是财富自由呢 财富自由的公式写上 财富自由等于 被动收入大于支出 财富自由等于 被动收入大于支出 财富自由绝对不是说 你今天疯狂地赚钱 赚了一大堆 一辈子都花不完的钱 那是不对的 财富自由是要教你 不是教你疯狂赚钱 财富自由是教你疯狂干嘛 疯狂建立资产 让资产给你带来 源源不断的被动收入 被动收入大于支出 你就实现财富自由了 财商是一种生活方式 财商就是一种 正确的金钱观 我一定要买老斯莱斯 我一定要带百达斐利 那是错的 那就变成了物质 那就变成了欲望 欲望是个无底洞啊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财商是给你正确的金钱观 你今天在马来西亚 你有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的车子 有自己的老婆 有自己的孩子 你一个月最多消费一万块钱 你已经过得很开心了 如果你有一种收入方式 这种收入方式 每一个月有1.5万 流进你的口袋 你已经财富自由了 能听懂吗 你比王健林过得好 那我们如何实现财富自由呢 不断地增加资产 不断地减少负债 增加资产 就会增加被动收入嘛 减少负债 就会减少支出嘛 那什么是资产 什么是负债 这个很重要 你知道穷人 为什么穷吗 这位各位 你们错把负债当资产 错把资产当负债 问你们个问题啊 所有人一起回答我 该写了让你写啊 来 所有人看着我 帅不帅 你也可以这么帅 你财务自由以后 你会发现你也很帅 不贴行以后 你会发现你也很帅 来 所有人回答我一个问题 房子是资产还是负债 汽车是资产还是负债 股票是资产还是负债 黄金是资产还是负债 孩子是资产还是负债 有人说资产 有人说负债 回答通通错误 有财商 这所有东西 人家手上都会变成资产 没有财商 这些东西 人家手上都是负债 什么叫资产 不需要你工作 就能把更多的钱 装进你口袋的东西 叫资产 什么叫负债 不需要你工作 就把你的钱掏走的 叫负债 来 今天你不懂得 房地产投资 你买了房子以后 你自己住 每个月要交月供 而且你的房子 买了以后 留意的在贬值 请问这个时候 房子是你的资产 还是你的负债 你今天会房地产投资 你投资了房子以后 租给别人 租金 帮月供 还有租金 留进口袋 而且你的房子 不停在上涨 来 请问这个时候 你的房子是资产 还是负债 你今天买股票 买黄金 亏了 那就是负债 买黄金 买股票 赚了 那就是资产 对孩子不对 你今天培养一个孩子 懂孝顺 懂感恩 学会了领导力 学会了眼说力 然后呢 建立了一个自己的企业 然后非常感恩 每一年给你 给你 孝敬你哥马亿 来 这个时候房子 孩子是资产 还是负债 但是你培养一个孩子 白眼狼 今天很老 然后呢 打你 骂你 就不工作 来 这个时候孩子 是资产还是负债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什么是资产 写 人类唯一的资产 就是自己的头脑 即思维方式 即财商 这话写上 人类唯一的资产 就是自己的头脑 即思维方式 即财商 头脑经过训练 所有东西 人家手上都是资产 头脑没有信念 所有东西 人家手上都是负债 在你们生命当中 你们发现过这样的事 别人买房赚了 你买房亏了 别人开店赚了 你开店亏了 别人炒币赚了 你炒币亏了 为啥 是倒霉吗 是运气不好吗 来试什么 是因为你没有财商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要不要学习财商 你们今天花钱去买房 花钱去买车 不如花钱投资脑袋 让头脑变成资产 你们知不知道 周老师前面奋斗的这二十多年 我只干了一件事 就是把赚的所有的钱全 投到脑子里 大家能听懂吗 我家孩子在以前 我的大儿子 在公立学校读书 他去入国际学校考试的时候 因为他不学英文 英文学的比较差 他的考试成绩出来以后 他是幼儿园水平 我给他找了一个补课老师 一个小时 大概要将近八百多块钱 然后补了将近半个多月 花了我将近四万多 结果再次测试 就已经到了小学五年级水平 因为他现在本身就是五年级 也就是说你才能理解到 就是真的 你知道那些顶级的富豪 他为什么能成为精英 那是用钱堆出来的 你们能听懂我在说什么吗 各位 所以我的智慧哪来的 那是用钱堆出来的 我今年去以色列游学 然后去迪拜 去阿里巴巴 去腾讯 去谷歌 去京词 就到处学习 到处学习 就是我告诉你 就是那你觉得值不值 人家孩子值不值 那肯定值还能跟说吗 那这回报率高的 超乎你想象啊 你不愿意在教育上投钱 你这辈子就废了 犹太人流软了两千五百年 两千多年以后重新复国 整个中东举目望去 全部是敌人 就是因为他们最重视 什么东西 教育 教育 每一个家庭把赚的所有的钱 全投在了孩子的教育上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你们如果不愿意在教育上投钱 你这辈子就废了 我真不是开玩笑的 各位 这个世界 有两种收入 第一种叫主动收入 第二种叫被动收入 我们在没有学习财商之前 我们连被动收入这个词都没听过 来 是不是 听所未听 闻所未闻 还有一种收入叫被动收入啊 不知道 咱就只知道一种收入 主动收入 咱就只知道干活 咱就只知道工作 来 是还是不是 这个世界 把人分为三六九等 三种阶层 第一种阶层叫穷人 第二种阶层叫中产阶级 第三种阶层叫富人 来 你们想不想从穷人 或者中产变成富人 变成亿万富豪 想不想 来 想的举手 你知道穷人为啥穷吗 因为穷人在没有学习财商的时候 他满脑子每天都在想一件事 如何挣钱 来 写上 穷人 箭头挣钱 来 那个挣钱的挣怎么写 一个踢手旁一个争 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然后来去赚钱 这就是穷人 穷人为什么穷 因为你的劳动力是有限的 你的时间 你的精力是有限的 你靠挣钱 你永远是个穷王蛋 来 中产为什么能变成中产 因为中产满脑子想的 就不是挣钱了 不是去码头背大包了 中产想的是什么钱 如何 如何赚钱 来 写上中产 赚钱 来 那个赚钱的赚字怎么写 一个背 一个肩 啥意思呢 用钱来赚钱 不用我努力了 我只需要兼职 偶尔去一下就行 但是就因为中产想的是 如何赚钱 所以中产 它一定是要有钱 要有本金的 它总是说 我的生意做不到 就是因为我本金少 我没有钱 但是你有没有发现 马云创业之前有钱吗 马斯科创业之前有钱吗 比尔盖茨 乔布斯创业之前有钱吗 你知道那些顶级的富豪 满脑子在想什么吗 各位 不是在想如何挣钱 也不是在想如何赚钱 你知道他在想什么吗 财富的最高境界 就四个字 无中生有 有人看过富爸爸 穷爸爸这本书的举手 真看过呀 看懂了吗 看了几遍 问你们个问题啊 看过这本书的举手 答对给你们加一百分啊 罗伯德·清奇 他是个普通的小孩 他想学习如何赚钱 成为有钱人 他找到了他的同学 麦克尔的爸爸 麦克尔的爸爸 就是被他称为 叫富爸爸的那个人 那个富爸爸 为什么要收他为徒 把自己一生的背景 全部交给了他 为什么 你说 也不是你听过课 听过课的不能说 第一次来上我课的 举手 好 看过那本书的继续诀 看过穷爸父爸爸的继续诀 你告诉我为啥 你看过是吧 你说为啥 为啥免费教罗伯德·清奇 如何成为富豪 为什么 因为要try看他的方式 是不是能成功 是吧 他传给他儿子就行了 为什么传给他呢 他传给麦克尔啊 为什么传给他呢 罗伯德·清奇想成为有钱人 他拉了他的同学 麦克尔 他们在想 我们如何能够变成有钱人呢 他们突然想到了 他们上自然课堂的时候 讲到了那个硬币是怎么造的 他们就跑到邻居家里 把别人用完的那个牙膏皮拿过来 买了一个那个一美分的那个做美元的那个模具 用火烧 把它融化以后放到那个模具里 然后咔碰一下 那个一美分就做出来了 当他做到这儿的时候 他的穷爸爸看到以后 他的穷爸爸是 开心 兴奋 还是生气 无比生气 你们俩在干嘛 你们在硬假操 犯法的 你知不知道 这就是穷人思维 他看到的就是孩子 在犯罪意 父爸爸之所以愿意收他背图 就是因为他看到了 他们两个人 不是在挣钱 也不是在赚钱 是在造钱 是在印钱 所以才同意免费教他 但是免费教他 你不能白教啊 你真免费 他反而学不到东西啊 叫培训不交费 永远学不会啊 能听懂吗 就把他叫过来 跟他谈条件 说那亲戚你想学是吧 想学 好 你这样 你去我便利店给我打工 每周路每周天 你帮我免费打扫卫生 我一个小时给你五美分 我就教你如何成为一个富豪 亲戚说行 就去了 连续扫了三个月 每周六周天都不去玩了 跑到店里打工 但是他发现 父爸爸从来没有见过他 没有跟他讲过一句话 给他的公司扫得可怜 他就忍不住跟他的穷妈妈讲了 跟他穷妈妈讲说 他说他教我 让我去给他免费打工 然后只给我发五美分一个小时 他穷爸爸一听你知道吗 生气了 告他 必须让你涨工资 不然他违反劳动法 我们去起诉他 这就是穷人思维 这就是穷人思维 穷人思维永远就是要对立 要去搞别人 要去做负能量的事 小孩就说嫌虎 去我找他聊一聊 找到父爸爸 父爸爸正在忙 等了将近四五个小时 才等到他 等到他以后呢 这小孩都快 委屈都快哭了 进来了 快哭了 你是个骗子 父爸爸说我骗你什么了 村里面都说你是骗子 果然你是骗子 我骗你什么了 你说过要教我的 你都没有教我 父爸爸说我一直在教你啊 你教我啥了 我给你免费干了三个月 你一天都没见过我 你教我啥了 这个时候 父爸爸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说 教东西一定要说的吗 生活才是你最好的老师啊 你这三个月体验到了什么 很辛苦发工资以后的感觉呢 不够 太少了 然后呢 你想不想过这样的人生啊 不想 你知不知道 你把这个工作体验 乘以三十年 就等于普通人的一生 你想过这样的人生吗 我不想 那个给我工作的那些工人 他们每天开心吗 不开心 天天想辞职 都觉得少 他们为啥不辞职呢 他们说辞职以后就没有钱付账单了 所以说准备再给你干两年 父爸说 两年前他们也是这么说的 你学到了什么 把小孩问懵了 父爸接下来一句话更狠 想让我真的教你吗 现在回去免费给我干 一分钱工资不给你发 你可以选择接受 你可以选择不接受 麦克尔已经接受了 接受以后 你这辈子不会再缺钱 如果你不接受 你会像那个胖阿姨一样 为我工作一辈子 你现在是选择 Yes 还是Yes 给小孩整萌了 Yes 回去免费工作吧 本来来要涨工资的 结果不但没涨工资没了 然后回去又工作了三个月 三个月以后 父爸终于出现了 把他叫过来了 正在工作 买了两个冰激凌 小孩叫过来 这三个月工作咋样啊 亲戚拿着冰激凌 边吃边说 这三个月比那三个月轻松 咋这三个月轻松呢 反正也没钱 反而不纠结了 反而很开心工作 那现在这样吧 你有两个选择 一 继续免费为我工作 我教你如何成为一个妇人 永远不会再缺钱 二 我可以给你涨工资 你不是想五美分少吗 十美分一个小时 当讲到十美分的时候 亲戚心里面有一种声音 我说好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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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接受的话 我将会成为很有钱的小孩 我就可以买新的棒球帽 我就可以买新的自行车 然后看到他正在犹豫 然后父爸又说 三十美分一个小时 当说到三十美分的时候 我的亲戚都在想 我接受 我都太牛逼了 我都跟我爸赚的一样多了 来 一美元一个小时 当说到一美元的时候 亲戚在想 吹牛逼 不可能 当年的美国五六十年代 我爸都赚不到一美元 反而阴差阳错过关了 听懂了吗 然后这个时候 那个父爸爸 意味深长地微笑地点点头 恭喜你经过了考验 恭喜你经过了考验 一个人从穷人 变成富人 中间有一个不可逾越的红沟 这个红沟 你们如果过不去 你这辈子都会是个穷人 钱解决不了你们的任何问题 你就算今天再有钱 你这一刻上没有过 没有考过 你还是个储男 你们知道那条红沟是什么吗 那条红沟就是 恐惧和欲望 你害怕辞职 没有钱付账单 所以你继续工作 你告诉自己说 只要我 这个赚到钱了以后 我还清了信用卡 我一定辞职 我要去创业 结果当你拿到工资以后 你又去买新的包包 你又去买新的衣服 你又去看新的电影 你又去旅游 又把钱花完了 那个欲望 就像欲望跟恐惧 就像一个笼子一样 把你关进去了 钱解决不了你的任何问题 你缺的不是钱 你缺的不是钱 钱解决不了你的任何问题 这句话我当时我没听懂 我现在真听懂了 我不知道你们听懂了没有 来这个世界有多少人 因为中了彩票 变成了百万富翁亿万富翁 结果没中 结果中了以后 比没中还穷 告诉我是不是 再说各位 一个老人走在街上 有一个人捡到了一个金戒指 哎呀 捡到了一个金戒指 老奶奶咱们俩一起看到的 对吧 见面分一半 这样吧 你口袋里钱给我 我把这个大戒指给你 我没有带钱 那你手上不是有个小戒指吗 然后我把我那个大的给你 你那个小的给我 老奶奶说行 结果回去一看假的 你知道为啥吗 因为那一关他没有过 因为那一关他没有过 能听懂吗 这一块 钱解决不了你的任何问题 穷人跟富人中间有一个不可悦的鸿沟 那个鸿沟叫做恐惧和欲望 你没有卖过去 你这辈子都是穷人 我在15岁就卖过去了 罗伯的亲戚在9岁就卖过去了 如果你们看过我的《阴梦而生》那本自传的话 当年我很穷很穷 我穷的兜里面真的只有几十块钱 你知道吗 我去出差 住的都是五人打通铺的那种旅馆 然后呢我去那个公共澡堂洗澡 在洗澡的时候突然看到上面有一个钱包 来 你们在兜里只有几十块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钱包 而且打开一看里面装了五百块钱 你会怎么样 哇 发财了 太好了 庄总 你猜猜我看到那个钱包是什么感觉 小样想骗我是吧 来 我看看里面有没有钱 我一看五百 小样还装五百块钱想骗我是吧 我就不拿 那是17岁的我 知道各位 不是跟你开玩笑 你知不知道 就是这些年有多少资金盘 多少P2P 多少B 这个B 那个B 骗了多少人 你们遇到的这些机会 跟我遇到的机会 我的机会跟你们的机会比 就我的机会 我遇到的诱惑要比你们多的多的多 你们能听懂吗 有多少人跟我说 这个项目太好了 你头上说这个项目太好了 这个项目太好了 那为什么我能如如不动呢 就是因为我从17岁上完财商那节 客户已经卖过去了 而很多人这辈子都没有卖过去 所以你可能到50到60到70 还有可能一五五左右 失去所有的一切 当罗伯德青棋卖过去 拿到坎的时候 傅巴格尔他说 从今天起 免费继续免费为我工作 我今天教你的第一课叫做 穷人为钱工作了一辈子 变成了钱的奴隶 富人不为钱工作 穷人每天在想如何挣钱 如果你让我给我打扫卫生 我给你发钱 这叫挣钱 你就只能当穷人 你接受了这份工作 你这辈子就废了 如果你想我要赚钱 我要拿个钱 跟你一样开一家便利店 你也废了 因为那叫赚钱 那不是最高境界 最高境界叫什么 叫造钱 叫无中生有 孩子们 从今天起 擦亮你的双眼 不再为钱工作 让钱为你工作 你会发现生活里 全是赚钱的机会 这就是财商的最高境界 你缺的永远不是钱 来 这种各位 现在如果让你 创业到20年前 30年前 你能不能成为有钱人 有人说 那肯定能啊 买股票啊 买房产啊 逼得人买都能发财 那那个时候你有钱吗 没有 那怎么办 我贷款都要买呀 对呀 看来你缺的不是钱吗 对不对 这种各位 你以为那个时候 改革开放 中国刚刚改革开放 谁有钱 谁的低筒 你不是贷款贷的 那是别人敢贷 你不敢贷 为什么 因为他看见了 你没看见 罗伯特青旗 那天上完那节课以后啊 那个冰激凌 一口都没有吃 哗了 留在他手上了 他觉得他看到了 另外一个时间 回去继续工作 就在第二周 有一个动作 他已经反复连续 看了六个月了 每个礼拜看一次 那就是那个胖阿姨 把卖不完的小人书 撕掉一半 扔到那个垃圾桶里 那个动作 他已经看了六个月了 他以前没有感觉 但是那一刻 阿姨 一个九岁的小孩 人出无害 阿姨 你书怎么撕了呀 卖不掉啊 扔给那个旧书啊 让他给我们换新书啊 那这个书能给我吗 阿姨 你问那个书商 答那个书商就过来了 那个书商的来了 那个书商的来了以后 他就跑过去 叔叔 这个书能给我吗 你是干嘛 我在这里工作的 我们老板一分钱 工资不给我发 我是来免费工作的 然后呢 我特别想勤工俭学 然后我就看 我喜欢看小儿的书 我也没有钱买 你答应我这个书 你不能卖 你只是看 我就给你 我答应 我保证不卖 行 给你吧 他就拿到了那个书商 所有要收的那些书籍 要销毁的书籍 全部给了罗伯特亲戚 从此每一个礼拜 那个书商都会把 这个卖不出去的 那个旧书 给到罗伯特亲戚 罗伯特亲戚 就把那个小儿书 重新把它沾好 放到学校门口 摆了个摊 说来这里看书 五美分 可以看一个小时 只看不卖 赚了很多钱 他又想到了 傅爸说的那句话 我们要想成为 真真正正的财务自由 必须要赚被动收入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跟那个合伙人 麦克尔说 麦克尔 听说你还有个妹妹 是不是 是啊 你把你妹妹叫过来 我跟她聊两句 她妹妹就来了 罗伯特亲戚说 想不想买芭比娃娃 想 你在这给我看书摊 看一天 我给你发一美元 小女孩说 好 罗伯特亲戚在九岁 拥有了自己第一个员工 从此他开始赚被动收入 听懂的句说 而在这个生意里赚的钱 远远超过 当年 傅爸爸给他发的那个薪税 九岁的罗伯特亲戚 他学会了财商 从此以后你告诉我 这个小孩长大以后 会不会给别人去打工 因为他满眼睛 看到全世界全是机会 你之所以看不到机会 你知道你为什么 看不到机会吗 你们身上有没有人带钱呢 给我一张来 有带钱的吗 好 你知道 来我问你个问题啊 人的眼睛能够看多远 你觉得 两百米 两百米 你有看过天上的月亮吗 有 离我们一点五万里 你有看过天上的太阳吗 有 离我们三点多光年 你有看过天上的星星吗 有 最远的星星离我们四十光年 光都得跑四十年 你告诉我 你的眼睛可以看多远 是这样清楚地看到 啊 你的眼睛可以看多远 无限远 都可以看到天上的那个星星 离我们几万光年啊 那为啥看不到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三维世界 这个钱是二维的 这个钱放到你眼睛里面 你能看到啥 你只能看到这个二维的钱 对不对 把这个钱从你眼睛里面拿开 你瞬间看到三维世界 你之所以看不到机会 是因为你被钱迷了双眼 天天想如何赚钱 你就看不到机会 从今天起再也不要想为钱工作 你就会看到大把机会 把这句话写上 穷人为钱工作 成为钱的奴隶 富人不为钱工作 让钱为大工作 罗伯特清奇后来就自己创业 做钱包公司 后来又做培训公司 当他做培训公司赚到钱以后 那个时候他在整个全球的 这个培训行业 声名应该算是要超过 安东尼罗宾N倍 什么安东尼罗宾啊 这个乔吉拉德啊 亚伯拉罕啊 然后这个约翰库迪斯啊 等等 罗伯特清奇远远超过他们 一堂课卖两万美金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最火爆的时候 他做了个决定 不开课了 不讲课了 把卖两万美金的课 变成一本书 卖三十九块九 你知道当年他做这个决定 所有培训行业的同行 是怎么看他的吗 那你猜猜罗伯特清奇 是怎么看 骂他撒鼻的那些人呢 你们才是 就在他们看来 哇 你卖几万块钱 那课程变成几十块 你不傻吗 你不开课了 这么赚钱 开课赚几千万不干了 那罗伯特清奇看来 这是主动输入啊 赚被动输入啊 到今天为止 罗伯特清奇的书籍 已经出了三十多本了 富八系列书籍 出了三十多本还在出啊 一本书现在最便宜的 卖到八十九块钱 我不知道在这卖多少钱啊 在大陆都是八十九 八十九 九十多一本 我每次拿到 罗伯特清奇的书的时候 我就打开闻一下 那是马尼的味道啊 那哪是书的味道 那是马尼的味道啊 那是在印书吗 那是在干啥你告诉我 那都是钱啊 厉不厉害 赚的是什么收入 告诉我 纯被动收入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 在座的各位 滴滴 没有一台车 没有一个司机 但是前提下 所有的司机跟私家车 都为他所用 他只是创造了一个平台 他在造钱 马云不生产一个产品 马云也不买一个产品 搭了个平台 让生产的厂家放上去 让买东西的消费者 也放上去 然后他抽水赚钱 来能听懂在说什么的举手 来是不是 这个各位 也就是顶级富豪的 最高级的商业模式 都是在干嘛 造钱 无中生有 所以如果你们真的 上完了周老师的财商之道 我将会拿掉 在你头脑里面的 还记得刚才 那个钱的故事吗 钱是二维的 挡在你的眼睛里面 你只能看到二维 你看不到三维世界 拿走 瞬间得三维智慧 那你知道你为什么 今天在三维空间 活得如此悲痛 活得如此贫穷吗 就是因为 三维空间 只是四维的一个投影 上完财商之道 我要干一件事 不是把二维空间的那个钱 从你眼中拿走 是要把整个三维空间 所有的幻象 一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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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你眼上拿走 当拿走 最后一个挡在你眼睛面前的 三维空间的那个障碍的时候 你瞬间得四维智慧 就那一瞬间你会发现 你能一眼看穿一个人的本质 你能一眼看穿一个事物发展的规律和本质 你能一眼看穿一个生意的本质 能听懂在说什么吗 你们不兴奋的 财商有四大能力所组成 把它写下来 一 营销 二 财务知识 三 法律 四 投资学 什么叫营销 以前你们可能喜欢用的是销售 老师我是做销售的 销售是主动收入 是你要卖东西给别人 别人选你 不是你选别人 营销是被动收入 你们有没有发现大的公司 大的品牌是不做销售 只做营销的 你们知不知道 苹果公司是不做销售的 苹果总部 它在 比如说在中国 只开了两家店 这两家苹果零售店 只是做咨询 做服务 做客服 它不做销售 它的销售全部是 到底代理上来做 它只需要做一件事 就是营销 苹果的新产品发布会 就是它们最顶级的营销方式 营销手段 能听懂吗 各位 大公司全是做营销的 穷人跟富人最大的区别 就是你会不会营销 你这个演员 需不需要营销自己 找个男女朋友 需不需要营销自己 找份工作 需不需要营销自己 要不要 你会营销 你就是富人 你不会营销 你就是穷人 营销就是财商的 第一能力叫创富 财务知识 你要看懂资产负债表 现金流量表 收入支出表 你看懂了这三张财务报表 才能守住你的钱 赚再多钱守不住 有什么用呢 真正的财富不是 你赚了多少钱 而是你能够留住多少钱 并且能够留住多久 真正的财富 不是用钱的数量来衡量 是用时间来衡量的 所以财商的第二件 叫什么 叫守富 比守富更高的是什么 用富越用越富 比用富更高的境界是什么 叫船富 一个人富不叫富 一个家族富不叫富 富过三代 富过五代 像罗斯材料的家族一样 富过九代才叫富 马上升起一个金字塔 财商金字塔 第一境界 创富 第二境界 首富 第三境界 用富 第四境界 船富 所以我想问你们一个问题 你们觉得谁需要学财商 是穷人需要学财商吗 不用说了 穷人肯定要学 因为穷人只有学了财商 学会了创富 才有可能成为有钱人 那请问富人 要不要学财商呢 我告诉你 富人其实比穷人更要学财商 只有学了财商 你才能守住你的钱啊 才能把你的财富 传承下去啊 来 咱们在满清的时候 最有钱的那个红顶商人 叫啥名字 叫 叫 叫胡雪岩 对不对 来 胡雪岩 有没有钱 清朝首富 有没有钱 有没有财商 他有钱 但是他没有财商 所以他在干嘛 破产致死 流浪街头 活活饿死 这个饿死之前 给胡家后人 离下祖训 胡氏后人 终身不得惊商 这叫有财商吗 我们要想实现财富自由 得有几个条件 第一个叫人身自由 第二个叫时间自由 第三个叫财富自由 我们为了财富自由 人身自由都没了 要钱有什么意义 来告诉我 是不是 你们知道学财商 跟不学财商 有多可怕吗 在没有学财商之前 如果今天有一份工作 给到你 那你一天可以赚八十万 请问你会怎么干 往死里干 干到什么时候为止 干到中风为止 干到偏瘫为止 请问那份工作 对你来讲 是资产还是负债呢 那是负债呀 那是福报还是业障呢 那是业障啊 来我再问你个问题 今天自己在创业的举手 自己在创业呢 问你个问题啊 摸着良心回答我 你是拥有事业 还是被事业所拥有 你是拥有事业 还是被事业所拥有 如果因为这份事业 你没有时间陪孩子 你没有时间陪家人 你没有时间陪父母 你的身体健康 也被你搞垮了 你没有拥有事业 你是被事业所拥有 能听懂我在说什么的举手 在座各位 你们知道全球 那个谁的财商最高 是不是犹太人 你们有没有发现 犹太人狠到什么程度 在座各位 每周六过安息日 再大的老板 都是在陪自己的家人 陪自己的孩子 但是当你真真正正地 去了犹太人 你跟他深入接触 你会发现他们是对的 就在他们看来 他们的企业只是一个工具 我的企业有可能破产 有可能倒闭 但是我的孩子 他会传承 一代 两代 三代 四代 五代 十代 所以他认为最宝贵的是谁 是自己的家族 往高的上面讲 是因为他们以前合道了 但是现在他们背道了 往低的上面讲 就是因为不懂财商 我们刚才讲到财商的四大能力 接下来我要跟你讲 财商的五大资产 这个很重要啊 这个是最实战的 马上就可以用的啊 来 各位 你们想一时有钱 还是想一辈子有钱 还是想祖祖辈辈都有钱 想祖祖辈辈都有钱的举手 索罗斯 巴菲特 查理芒格 都讲过同样一句话 包括罗斯塞的家族 他们说 要想拥有 永久富有 永远富有 永久富有 永远富有的秘诀 是什么 你们知道吗